大聖宗言经论 各位菩萨翻开大圣中言经论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336首祭送 我们再来看一下水修品纲要的部分 水修品纲要的部分 它在前面开始从资粮位开始说 所以从319 319送 资粮位的话就是知义人 知义就是随修之知义 再来是加行位的话就是随修之知法 它虽然是说是知法 可是在加行位的话 它是知义加知法都有了 我们常常都说法随法行就是见到位 从322到324的话 就是在讲实地修行 实地修行乃至于就近佛道的部分 所以他用322 323 324宗来说明 然后325的话 修行的顺缘 它就是如何营造修行的四个顺缘 使我们菩萨不放异的修行 就从325 那他这里有讲四种不放异轮 就是325宗它是属于圣土轮 那326宗它是善人轮 327是至正轮 那328就是先佛轮 就是告诉我们菩萨不放异的修行 那修行人第一个就是要住在寂静处 那第二个就是要有狭满人身 才可以清净善知识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要具备有正确的修行态度 那第四个的话 就是前身的福德的因缘已经成熟 所以四亲菩萨 他认为我们今生能够成就 大圣的修行人前身一定必 他一定已经素质 福慧两个知良了 已经有建立福慧两个知良 所以像譬如就是天生很积极 乐观的人他在任何地方 他都可以接遇到好的善缘 所以他的朋友都一堆 天性比较乐观的人都会有这样 那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 我们能够清净善知识 一定要有三个具备的条件 第一个一定要身体健康 第二个内心能够堪认 可以助于三昧 那第三个就是 要能够用智慧来抉择圣教法 这三个是正确的修行的态度 那再来的话就是 修行的本质就从329到333送 那最主要的话 329到331是烦恼出烦恼 那332333他是遮恶身心 那这个329到333的主要就是说 我们修行本质上是什么 我们修行上一定是悲自双运 不舍众生的大悲心 还有正德根本无分别致 来完成佛的断正功德 这就是这主要的 所以无分别致主要是体现在哪 体现在法界平等上面 他是主要体正在法界平等 那你一开法界就没有贪等这些烦恼 所以我们上堂可以有讲贪 出贪 就是我们知道贪到底是怎样子的境界 我们才有办法可以处理贪 好这个就是烦恼及菩提 烦恼及菩提的意识 那当然是第三菩萨所行的境界 那我们凡夫应该知道 这就是佛的平等义趣 这就是三二九跟三三三 那我们从再讲大圣中原经论开始 我们就说要建立大圣中心 所以菩萨以不以救度众生为苦 以入无一涅槃 只有智力的心无一涅槃 而以此为苦 好以此为苦 好那我们再也就是在讲 在讲三三四 到三三七的部分 那三三三三三五的部分 三三五的部分已经有有讲 四话的辟语 就是工画师的辟语 那三三六用水的辟语来说 这个都是要遮两个部位 那我这个还没有改 我就是要跟各位菩萨说抱歉 这个是五体 五体 后面是可得 那试水的辟语 它是在这后面两个部位 是属于性净无垢的部分 有时候在达字的时候不太注意 那这一的话 这个是水修品不是红发品 好那三三十七首祭送 我们现在 今天这个课程要讲的 尽非外来 本性尽过 这是三百三十七首祭送 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真如心 所谓的心真如 就是我们的心性 是不生不灭 这在大圣起信论里面都有说 一切诸法唯一妄念才有差别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一心妄动 让我们 就是我们的妄念起 然后就产生种种的执着 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一念的妄念 这样子就没有一切 这些境界的妄想 对不对 好这就是大圣起信论里面有在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就进入三百三十七首祭送 前面就是跟各位菩萨说一下 就是我们上堂课讲的大意 那这样子顺下来 我们就直接就是 因为三百三十七首祭送的部分 他还是在遮不畏心 遮浅二边执取的部分 那我们这样顺下来 三三四三三五三三六三三七 就是禁非外来 本性禁故事如何来说呢 我们就用三百三十七首祭送来说 让我滑一下 好 好我念一下这一首祭送 各位菩萨看一下教材 以说心性静而为克成染 不离心真如 别有心性静 这个就是我们 以说心性静而为克成染 就是说就好像我们浑水沉浸一样 心的赤心它是恒常光明的 光明清静的 但是因为怎样 因为偶尔有过患 所以才会出现染 像我刚刚有说 因为一心妄动 因为我们依了妄念就有差别 我们若离了这个妄念的话 那这就没有这些一切境界的像 所以这个就是就像浑水沉浸一样 那我上堂课有讲说我们要像那个涌动的水一样 让我们就是常常就是可以用佛法来洗 来洗用我们的这一念的妄心 如果是说我们没有用佛法来洗涤的话 真的很难就是回归到清静 所以我们就是偶尔过患出现了这个燃像 可是我们就是要用佛法 清静的佛法 然后来洗涤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灵恢复到光明跟清静 那不离心真如 别有心性静 这就是不离开心的真如性 不离开心的真如性 就不会别有另外一个心的清静静性 就是不能够离开法界 然后而有贪这个性 这个贪了自性的升起 所以这个在于 这个主要的部分是在讲 依他跟原成 不依不义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的话 下面这个不离心的真如 别有心性静 他主要的意思就是 不离开于真如心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清静心 另外还有一个清静心的意思 就是我们因为远离偶尔的够然 而显现的光明 也只是原来心性的光明而已 也只是原来的心性光明 也就是不离于真如的心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清静心 一个清静心 那诸法的本质 诸法的本质可分为三种 每一次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希望加深各位菩萨 对于一切法 三智性 三智性来说 那这用最简单的方式 各位菩萨就是在这个 就是常常 你们在Google的话 你们常常都会看得到 都用这样子的批语 这也是最简单明了的 然后跟各位再解释 依他原成不异不异 的部分是如何来说 那诸法的本质可分为这三种 就是遍迹所执性 依他起性 还有原成实性 那我们知道遍迹所执性 它是非有的 因为它是 后面它就是很像 我们在半夜走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一条神 一条神子 我们误以为是一条蛇 这就是我们忘情分别 它是依真实理来说 它是没有的 是我们妄想出来的 所以用蛇来批语 那依他起性 因为他起性 它是假有的 假有 它这个就是用 它实在 其实它真实显现 就是一条神子 那这个忘情 它是没有的 它是真实 就是一条神子 它在境界上面 它所显示出来 就是一条神子 它这是忘情没有 它是 可是依真实理来说 它是有的 它是有的 那原成实性 它是真实有 它原来我们就是神子 就是由麻 麻所制成的 所以这就是诸法的本质 可以分为这三种 好 那在我们来讲 什么叫做非依 非裔的部分 我们刚刚从上面来讲 我们已经有看到 骗戚 骗戚所指 它就是非有 那在于依他跟原成 它就是有 那此原成 实性跟依他起的诸法 它就具有非裔 同又非裔 非裔就是非同的关系 好 那非裔就是说 既然非裔是同 那它就是指原成实性 原成实性 它身边片满我们 一切诸法所显示出来的 真实性 那诸法是我们原成实性上 表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是有 所以顾名非裔 非裔 那非裔的话是什么 非裔就是不同 就是指原成实性 它是超越相对 在于这种生命 超过时间空间的 它是超过时间空间 也超过 也超越这种相对性 也超越这种生命性 所以它跟依他起性诸法的 这种落于时空跟生命 还有相对 相对性 这有所不同 所以它就是非裔 所以这就是原成跟依他 非裔跟非裔 用这样子来 用这样子来解释 你们会比较清楚 比较明了 就是非裔跟非裔 非裔跟非裔的关系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到时候 因为今天最后 到时候再麻烦 那个光州师兄帮我们 到时候就是 让你们就是可以很快的 拿到指标可以复习 那我们用佛光大词典来说 我们都说一心二门 这个都是指如来葬心的体 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什么 心真如 用这个来解释这个的话 这一首祭送的话 你们会比较了解 不然你又跟你讲说 不离心真如别有心性尽 难道从我们心真如 还生出另外一个心出来 一个清静的心出来吗 那当然不是 你看这里来讲 这是指如来葬心的体 其实老实说 如来葬有诸多的 我们有诸多的 很多的讲法 那以这个来讲的话 它是我们用佛光大词典来说 真意会比较少一点 这是指如来葬心的体来说 又做真如门 它是在大圣起信论所说的 一心二门当中 跟心的生灭门 它是并成 那分别而言 心真如门 它就是认为 就不用说了 心真如门一定是 我们心的本体 那它当然是超越 这种迷雾啊 忘直这些等一切的差别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相对啊 时空啊 迷雾这些 一切差别 它是绝对平等平等 绝对平等平等 所谓的不变真如 这就是心真如门 那它在说 难道还有别有一个心性记吗 我们用生灭门来认为 真如其实它是不生不灭的 真如心性 它是离二曲 所以我们依无名妄 这种无名的妄言 然后让我们的一心 起了这个妄念 我刚刚有时 有用 一样用大圣起心论来说 它说心真如 就是一切诸法 都是因为这个妄念 然后才会有这种差别 那我们生灭门 就是因为 依着无名这个妄言而起 而起了这个妄动 然后就有这种生灭的心生起 所以就会产生各种 差别的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 在这个大圣起心论 它说 这就是水眼的真如 那这个不生不灭的 原来的心真如门的 如来掌心启动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称为 阿拉耶士 那这个是跟不生灭的心 就是生灭心 你不生灭的心和和 那就是产生 就是来解释这个 恶者非依非义 就是所谓的 不生灭心跟生灭心的和和 来解释这个非义跟非义 非义跟非义 就用大圣起心论 还有大圣一章这里 还有这个大圣起心论的 这个数卷上面 都有这样子的说明 都有这样子的说明 好那这个 给各位菩萨做参考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们对这个的话 那在这里的话 世青菩萨他有讲到 阿摩罗世 这个等一下再说 阿摩罗世的话 这个有人都说是第九世 这真地法师提出来的 真地法师提出来的 那他这是在大圣庄严经论这里 世青菩萨这里有解释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世青菩萨 世青菩萨如何的来说 来说这个 那个这一段的意识 好我们来念一下 他第一 这个刚开始四月一二 这个 就是在解释那个 我们来念一下好了 世青菩萨 世青菩萨 所说的世论 好我们一起念 先一起 我先念了好了 因为我怕有时候解释 有时候解释过 那这个的话 再下来的话 就是解释第三首 跟第四首的记授 不离心之真如 就是别有一心 为依他相说为 致性清静 此重应之 说心真如 明之为心 即说此心 为致性清静 此心 此心即是 阿摩罗世 你看他在这个 大圣中眼经论 有提到这个阿摩罗世 那这段记授 我们主要 我们要了解 主要了解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凡夫致性 凡夫致性 凡夫的致性 是否是清静光明 这个凡夫的致性 本来就是恒常经性 所以 每个众生都有 什么样 都有 佛心 佛性 但因为有 烦恼障 跟所知障 令我们的心 但我们的心性 就出现了 够然 所以 我们不是都有 随缘而 随缘 然后让我们的 这个致性 产生了这种 够然 够然 所以 只是因为我们凡夫 没有正的缘故 那各位菩萨 第二个重点就是 依他起相的心 是否是心真如 这个在吴卓 吴卓论师 他有说 有解释 他依他起的 这个心 非为光明故 所以他不是心的 致性 他不是心的致性 那法性 原成实性 他才是 我们法性 才是光明的 才是光明的 所以 世青菩萨 就将这个心真如 就是圣者已经正了 这个心性 很为光明 在这里称为 阿摩罗世 阿摩罗世 好 那这个 这样子解释 各位菩萨 就是大概知道 这一段 他的主要的意识 他就是 譬如 水性 知情 就是我们上 上一首祭送 已经有用水 来辟语 这个只是因为 我们为 刻够所着 刻够所着 我们如果可以 把这个着 把这个污着 去除了以后 就可以 还回 清静的 致敬 所以我们的心性 是为了 是因为这个 刻成所染 那这所谓的 刻成所染 就是因为我们 恶取 能取所起 所取 所起的 扎染 就是因为这个 义故 那不离心的 真如 就是不离于 真如心之外 没有另外 有一个清静心 各位菩萨 这是你们要 特别注意的 所以 不离心的真如 别有异心 就是不离于 真如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 清静心 没有的 那所谓 依他相为 至心清静 此中应知 我刚刚已经 有说明了 说心 真如 明知为心 即说 此心为 至心 至心 清静 这个的意思就是 依他相为 至心 清静 就是心 真如 非依他相的 清静心 非依他相的 清静心 然后说 心真如 明知为心 即说 此心 就是 我们的心 本性 清静 这就是所谓的 真如 法界 那这整段的意思就是 不离真如心 不离这个真如心 别有这个 依他的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心在 所以真如心 非是另外一个 依他的 清静心 就是真如心 不是说另外有一个 依他的 清静心 只是因为我们的 一心妄动 然后让我们产生的 这种 这种什么 这个妄念的 这种 依他的心 这样各位菩萨 可以了解吗 所以才说 我们这个 都是随着我们 外境的妄念 起了能取所取 那么真如心 要正得真如的话 是不是要离恶取 离人我 离人我 法我 而能够什么 正得恶空所显的真如 这我们从 第一堂课 就一直都在说这个 所以我们只要离了 能取所取 自然能够 清静 清静的真如 自然而 自然就能显现 显发出来 就显发出我们 心性的 清静光明 那这刚刚我们 所说的 这两个 两个 要注意的就是 凡夫的心性 是否清静光明 那第二个就是 依他起相的心 是否是心真如 这就是这一首巨授 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 那这个我在 跟各位菩萨提示 我们这个是 跟335 336 然后连下来讲 337 受 那以这前面两个 辟语就是 化湿跟清水域 一样 他虽然是 我们置心 清静 清静 本来就是我们的 置心本静 但是显现在 显现上面 我们现在就是在 世间所显现出来的上面 也有清静跟不清静的差别 对不对 就是在依他上面的显发 那置心的本性 陈许恒常 本来他就是 无够的置心 置心光明 那是因为 有了课程所染 课程所染 所以让我们起了 贪嗔痴这种种的烦恼 那我们经 如果是经由修行 经由修行了以后 就可以断葬 而能够让我们 正德解脱 显发出我们 自信的 清静光明 显发出我们的 自信清静光明来 所以我们刚刚又说了 所以我们正德真如是什么 就是恶空所显的真如 所以他这一句主 这一个句记 主要就是在讲这个的意思 那各位菩萨 你们在不了解 这个句意的时候 一定要把重点 重点就是 抓住的话 你们就会很容易 很快的就可以了解 这一首巨颂 他所要显示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 用科叛的方式 跟各位菩萨 他的巨颂 其实你看 他是依次地来解说 他先跟你讲说 化石欲 清水欲 他所要显示的 真实的毅力是什么 所以在337首 寄颂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 他跟你讲说 这些批语完以后 他要总结跟你讲说 他所要显示的法义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部分 我会讲的比较多一点 让各位菩萨 能够就是 对这句祭受 我们可以深入了解 多一点的一些意义 好 那在这一个部分 有讲到阿摩罗氏 阿摩罗氏我们一样 用佛光大词典来解释 阿摩罗氏又叫做阿摩罗氏 他就是所谓的清击石 无垢石跟真如 那也就是九世中的 我们没有第九世 这是这样 名相安利而已 名相安利要讲真如 那这个提出这个讲法的话 就是真地法师所讲 我们没有什么 所谓的第九世 我们就是八个世 你在这个第九世 在所有的经典上面 其实是没有 不可能找得到的 他只有在大声中 已经在解释这个 这个清净心 要跟那个 就是阿奈耶事分 就是解释这个 跟阿奈耶事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才用第九世来安利 现在有的部分 有的 就是把阿奈耶事当作是 真如是不对的 所以他用这个第九世 所以他这个九世中的第九 他是安摩罗 就是所谓的第九世 这是福行三之一 有这样子说 那因为我觉得 他这解释得很清楚 他就说安摩罗的 这所谓的安摩罗世 他安利是第九世 他就是所谓的清净世 那在中进路的话 五十六卷里面 他也有说 阿摩罗世 翻译就是五构世 那体非一非一 那非一非一 我们刚刚在上面 已经有说明了 我在这边 各位菩萨 就是参考这个 新真如是 新生命们 非一非一的部分 提非一非一 那名真如是 那以就是有新意 跟旧意 旧意的部分 就是之前的那个法师 所说新意的部分 是以宣章法师 开始说是新意的部分 那旧意就是 以阿奈耶事之外 别有此事 来建立第九世 那新意家的话 就是从宣章法师来说 这是阿奈耶事 我们就是正成了 佛国以后 就不别立这个世 所以我们就是 在于法相法门 这个部分的话 就只有立八个世 没有什么所谓的第九世 那所谓的 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无构世 就是我们就是在于法相法门的话 都是用真如来说 那无构世的话 我们上次一页已经有解释 这是成佛 才叫做无构世 无构世 它是最极为清净的 就是正成佛道所证得的 就是 称为无构世 那这样各位菩萨 这样子解释的话 你们就会比较清楚 不然一直在那里非依非依 各位菩萨 我跟你讲 真的光这些明相的部分 你们绕来绕去 真的头都痛了 所以他在这一句的话 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以这不为 斥则谈罪 那我们在这个 就是法义上面 我们就是不急 就是慢慢说 慢慢说 让各位菩萨可以 就是真实的了解到 为什么 依他跟元臣 不依不义 在这一句 这一首寄送 你们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那以这不为 那再来就是 338首寄送到 341首寄送的话 就是主要就是 不舍 菩萨不舍的大悲 他主要是 遮什么 遮贪罪 那菩萨 就是大悲利益终生 不明为贪 不明为贪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上述已经讲的 就是修行本质 其中的平等分别制 平等分别制 那接着就是要说 菩萨他不舍众生的大悲 菩萨不舍众生的大悲 好 那我们再来就是 在讲这之前 我希望各位菩萨 那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世间 世三世恶 那世间其实只是一个 时间跟空间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它是非散非恶的 那只是因为 就是我们众生的 去造作的三恶业 因为业的关系 所以才会成为卓 才卓 才会变成五卓的恶事 那其实如果我们人人的本性 本来就是很善良的话 说因 很善良就不会有这个卓 那就是因为因为这个卓 所以我们才会 才会轮回到这个恶事 五卓恶事当中 就是因为 受到这个种种的因缘 合起来的卓事的污染 才会让我们造作了 这么多的无名烦恼 所以无名烦恼 它就是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合成 不断的复制跟合成 然后让我们变成了习气的根本 这习气的根本多恐怖啊 就像那个舍利佛 他的称性 他虽然真的欧罗汉 可是他的称性就是 就是这个习气 就是都还在 因为他有一事 就是转世为蛇 所以他的称性一直都在 所以我们这些 世间的着恶 就是要用泳泉清流 才可以去沟 才可以去沟 然后才可以污染 去沟污染 所以这个着者如土投水啊 这清净的水 为什么会混浊呢 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土跟水混合了 水就变浊了 那以前的人没有自来水 喝的时候 就是只能够喝那个穿沟里面的水 那穿沟上游的话 因为上游的人家都拿来洗涤气物啊 洗涤这些脏的东西啊 所以他下游的人家 就会利用晚上的时候 就将这个水提到大水缸里面去 然后用那个明帆 明帆就是 所谓的流酸吕 流酸吕加那个流眼啊 去把这个水啊 让这个污垢 它就会自然的沉淀 这个就是明帆它的作用 它只取上面的清水 才可以用这个上面的清水 来煮饭啊 或是来烧开水这样子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受戒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送 常常都一定要背 背一些咒语 为什么呢 你看他在这个 我们要饮水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背 佛观一波水 八万十千丛 若不迟迟咒 如食众生肉 就是要尝词这个咒 让我们去作义哦 那这个时候 佛观一杯水 八万十千丛 是因为它的由来是 欧南从那个吸水的时候 就摇了一碗水 供养佛陀的时候 佛陀接过这个水的时候 这碗水的时候 就像阿南说 阿南 这碗水你不能喝 那个阿南 他就问他说 为什么不能喝 他就说 佛陀 这杯水非常的清净啊 非常的干净啊 没有任何 虫肉眼上面 没有看到任何的虫啊 那佛陀就跟他讲说啊 我用佛眼来观他 观这碗水啊 这碗水里面 有无量 无量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有大概有八万四千之多啊 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生命 那欧南就说 那这么多的生命要怎么办 佛陀才开始 阿南说要用绿水呢 所以我们现在在受戒的 这个戒场的时候 有时候戒场都会 发给戒指 一个露水 就是一个锅 一个带子 要装锅的带子 然后一块布 要洗锅的 一个刷子 因为我们就是 就是 用完摘以后 剩下一点 就是要用水洗干净了以后 然后再倒一点干净的水 然后湿 就是我们吃了 吃完了以后 要再供养一切的众生 所以就用那个水啊 就是吃一个咒 然后可以让众生 他们也可以得到利益 那再来的话 就是一般都还会 再发一个露水囊 就是我们出去外面 现在是不太可能了 不可能就是到吸水 然后马上就拿 拿一杯水来喝 不可能嘛 那在以前的时代 以前那种 我们就是 以前困苦的时代 就是他们常常都要 出去外面脱波 出去外面脱波的时候 然后住过 看到水的话 他们要取用的时候 一定要用露水 露水囊 那各位菩萨 就是跟你们讲这些 其实我们 就是受戒的话 有种种的 所以我们就要跟各位菩萨说 是这个 世间的调和跟不调和 都是来治理这种种的因缘 那我们将这个泥土 放进清水了以后 水是不是就浑浊了 水就浑浊了 那如果我们不加进这个明帆 明帆啊 这个泥土就没有办法沉淀 水就非常的污浊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世上 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修习佛法的缘故 你说我们只要做好人 做好人的话 你不可能 也不一定就是可以处理这三截 我们要处理这三截 真正根本的究竟的方法 我们就是一定要修习佛法 又修习佛法 因为佛菩萨 佛菩萨的护持 才能够让我们 在于这个道路上 才能够安安稳稳地走下去 我要跟各位菩萨 所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像我们去寿解 跟各位菩萨说 这个是新云法师说的 其实刚开始他们 就是在大陆寿解 都是这个样子 我听过很多的法师 有在说 在我们这个 在休息上面 我们遇到种种的困难 就是要去掉这个 所以他在这一首剧中 为什么给我的 引发的 引发很多的一些 一些就是 在于修行上面的想法 像我们刚开始 那大陆他们在寿解 是非常严格的 他们届识在寿解的时候 他们先找 戒指一定要先问话审核 问话审核 那第一个 那个戒指他就会问 那个戒指说 是谁要你来寿解的 是谁要你来寿解的 那一般都会说 是我的师父要我来寿解的 那个戒指就一棍给他打下去 他就跟他讲说 难道师父不叫你寿解 你就不来寿解吗 那第一个戒指就被打了以后 第二个戒指看见 看见他这样被打 他就不敢说 是师父要他来寿解的 然后第二个戒指就跟他讲说 是我自己要来寿解的 其实又一棒给他打下去 这么不尊师重道 你没有经过你师父的同意 你竟然敢自己来寿解 然后第三个戒指 看到两个都被打了 心里慌 心里就开始慌了起来了 然后他就是 他比较滑头 就跟他讲说 就是戒指用同样的问题 来问第三个戒指 第三个戒指就比较聪明 他就跟他讲说 是我师父要我来寿解 我自己也要发心来寿解 然后他又被一棍打下去 他就说这么滑头 这么滑头 什么师父要你来寿解 然后又你自己要来寿解 太滑头了 然后又一棍给他下去 所以当我们就是出家中 在受戒的时候 要学 其实我们在戒场 现在是 以前是两个月 那现在比较精简 现在有时候是一个月 一个月就受戒完毕 我们在就是戒场的时候 要学习种种的就是戒法 因为我们就是受完戒以后 我们要领纳戒法 然后在那边 他会教我们种种的规矩 然后主要就是 那戒指在刚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 做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为了要去我子 因为尤其是 你可以问很多出家的师父 他们刚开始有就是什么 本来是在家种 然后入出家的生活 一般都是没有办法可以 很快的就是可以 接受这样子的生活 因为一般我们在世俗上面认为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做 其实我们出家了以后 都不能做 那所以在于就是 心里的那个落差上面 就会很大 会觉得说 我会以以前啊 我的就是 一般的话出家的话 大部分都是 如果是说没有受过 像我师父他都很早出家的话 他们就是受污染的程度 就会比较少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 已经有去社会捞了一遍的 就是都会用自己的观念 想要契入出家的生活 那我们就会种种的障碍 所以我那时候 要受戒之前 其实没有这么胖的 其实是有种种的压力在 因为真的就是 做什么都不对 然后你还要学习种种 你就会觉得感觉上 压力特别的大 你看你要从 就是课程污染的环境 到新清静的这段历程 为什么要经过 知良加行 见到修到这样 这么长的三大欧生奇结 其实就是在于这种 心境的转换上面 其实是真的是 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我们出家 出家以后的心灵感受 很多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就是 很多我们那个菩萨就说 师父为什么你看起来都很累 哎呀 是真的是心累啊 生也累 真的是心累 生也累 真的所以每天都感觉到 尤其是什么 睡眠 睡眠啊都不充足 然后每天都觉得很想睡 因为我三十几岁还很想 还很爱睡觉的时间 然后每天 早上四点多就要爬起来 我就觉得真的 真是超级痛苦的 然后每天都觉得睡眠不足 好 这都题外话 就是告诉各位菩萨 就是有 渣染进入清静 这就是这一首337首祭送 他所说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跟各位讲 330 我们马上进入338首祭送 是遮滩罪 可是这个什么 遮滩罪 是菩萨大悲利益众生 不明为贪 这是主要 这个是338跟31 它的重点 不是遮滩罪的话 就是菩萨犯贪罪 就得了堕罪 不是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338 338首祭 我们念一下 菩萨念众生 爱之彻骨髓 横食欲利益 犹如一子果 好 菩萨明念众生 是为了要让众生 离苦得乐 离什么 离苦得乐是 离山借苦 得涅槃乐 那所以菩萨意念众生 这就是菩萨 他所显示出来的大义 那菩萨爱众生 就好像慈母爱护 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 真的是测入骨髓 所以他欲令 横食欲利 就是欲令众生 可以离苦得乐 就是可以离山借苦得涅槃乐 所以任何时间 他都不会忘记 要怎么样去饶益他们 饶益他们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他这个 这个错了 这个的话 我是上个 没有就是弄掉的 所以他这个 我们来看世青菩萨 338的话 他就是开始开演 这个就是菩萨遮贪罪 他的大义 重点 那他就是 世青菩萨 他有解释 这一首祭奏 我们念一下 诸菩萨爱诸众生 此名为贪 于如祭说 就是有后面的祭奏 来说明 好 那菩萨是念众生 就是意念众生 这是属于自立 他立都有 这是属于大义 菩萨大义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利益众生 欲利益的部分 他在有写 横使欲利益 就是欲利益众生 可以离苦得乐 那离苦得乐 我刚刚已经有解释了 就是为了要让众生 可以离三界 苦得涅槃乐 所以菩萨对待 一切的众生 就好像母亲 爱护自己的独子一样 没有虚假 唯有发自内心的 大尺 大笔的这个心 所以 因为是如此的发心 所以他是 横使 横使得饶益友情 何时 也不会去舍弃众生 这是菩萨的大悲心 这是菩萨的大悲心 好 那常常都会有人 听到有人会提出 这样的问题 说人 人类到底是从何处而来 那佛经就告诉我们说 人啊 都是从爱中而来 怎么说 他说 我们爱 经常都有说 说过说 爱不重 爱不重 不生沙婆 爱不重 不生沙婆 所以我们人类就叫做 有情众生 可这个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人都是 有情感 有情爱的生命 生命体 那爱 这个就是生命的根源 那有的爱 就是属于染污的爱 那有的爱 就是属于纯洁的爱 有的爱又是战友的爱 那有的爱就像是菩萨一样 它是奉献的爱 那这个爱真的就像 世间如果是这种染污的爱 跟战友的爱 就像好像是神子一样 束缚了我们 让我们的身心 都不能够得到自由 那有时候爱又很盲 很像这个盲者 让我们的身心 陷在于黑暗当中 而浑然不知 那这个爱又很像是 刀口上的糖 这个糖蜜 我们为了要 贪藏这一口 就让我们轮回到 三界当中 所以这个甜味 在刀上的这个甜味 就让我们有破舌 跟上面的这种危险 那所以说 我们说爱和千尺浪 苦海万重泼 苦海万重泼 所以让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爱 让我们这个 在这个苦海里面 寝负灭顶 所以这个 从好的方面来说 爱是牺牲 奉献 是鼓励 所以这个大众来说 我们一般凡俗 世间的人 其实爱跟恨 是不是 像难兄难弟一样 有爱的一面 竟然就会有恨的一面 所以其实都是 形影不离的 那我们一般 一般人 我们这些 凡夫所说的爱 往往都是在 男患女爱当中 可是菩萨呢 佛陀她的爱呢 像佛陀她的母亲 佛陀她的母亲 在她第七天 就故事了 就往生了 往生到以后 成到以后啊 这个佛陀就一直想 希望可以为她的母亲 可以讲说佛法 报答她的生育之恩啊 所以她地藏经 是不是里面有说 所以她就到 道立天为母亲说法 一了自己的心愿 那佛陀的父亲啊 是靖范王 去世的以后啊 诸王指他们商量 要亲自为父亲抬官 佛陀也为父亲抬官啊 所以这个佛陀 为佛教这种孝顺父母 做了很好的典范 所以佛陀她真的是一个 忠孝良全的 伟大的一个圣者 那佛陀她的爱 建立在怨亲平等上面 所以佛陀在出家的时候啊 她已经有娶了那个 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 那佛陀成到以后 回到这个乡里的 十多年的故乡 一个成的佛的 一个成了佛道的佛陀 跟一个独守空归的 耶稣陀罗 见面了以后啊 这耶稣陀罗 他内心就非常的着急 他不知道 以前的那个夫婿 现在就是变成佛陀了以后 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子 他的心里就是充满了 非常的期待跟疑惑 所以不知道 跟他见面了以后 应该要如何 那佛陀跟大臣王子 续过就以后 终于就跟那个 耶稣陀罗 见面 那耶稣陀罗他心里想说 我要好好地责问他 你为什么要舍弃了我 你为什么要舍弃了我 然后佛陀他就很平静 很庄严地跟耶稣陀罗说 耶稣陀罗 请你量解我的做法 虽然我对不起你个人 但我对得起一切的众生 我对得起一切的众生 现在请你为我可以欢喜 让我能够修满我历劫的 这个愿望 正成佛道 能够广度众生的这种志愿 当然你也在 为你广度众生的行列当中 那因为佛陀 他慈悲的英容跟庄严的 这个举止 就超越了这种 凡夫情爱 凡夫的情爱 大家看了以后 没有不受到感动的 最后耶稣陀罗也怎样 他也出家修道了 所以这个 这个才是真正 引领自己的亲人 跟对一些冤家仇敌一样 都是对他 就是广师菩萨大慈悲的爱 那你看对 我刚刚有说 对他的冤家仇敌是谁 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专门跟佛陀作对 那佛陀从来就没有怨恨他 总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提婆达多 在有一世 是他的逆争上缘 是他的善之士 所以没有黑暗 哪里有光明 所以我上次有跟各位菩萨说 其实我们那个信徒 他不是在那个 这一次的过年 他就是贩卖鱼 贩卖鱼的 所以他自己拥有自己的一台 不是一台 就是一艘 一艘那个船 一艘船就是专门去捕鱼 所以他就是对他 他的太太常常就是上来我们誓言 他非常的排斥 他是非常排斥 可是你看经过了 二十几年了以后 他现在就是每一年 其实他从今年 今年我不知道 去年开始他就上来 就是来佛式 来佛式了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如果是说我们在于佛法的修行上面 我们就是遇到种种的挫折 是真的 这就是训练我们 训练我们 就是坚定就是在于佛法上面的修行 如果我们退施 退施的话 你就会像那个舍利佛一样 退到了 他还好退到了恶圣 可是因为他有发心的缘故 所以他可以遇到佛陀 所以在于妙华莲华经里面 他就是得到了受祭 受祭成佛 所以我们要是说没有这种黑暗 没有经过了这个黑暗 哪里会有光明 没有罪 没有这种罪恶 我们哪里会有善利 没有提婆达多 就没有这个伟大崇高的佛陀 来成就佛道 令我们这些众生来敬仰 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菩萨的 就是佛陀 就是佛菩萨他们的慈悲 就是 主要就是在于 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的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首 我念一下 三三九首既首 游立群 游立群生意 起贪不得罪 称折于比为 横欲损他故 游立群生 游立群生的作意 要立群其身的这个作意 那这个作意就是 对我们来讲说 这个作意对众生 利益众生这个 就是其实就是起了贪心 起贪 可是他这个菩萨的起贪 并不是 并不得罪 那菩萨到底是如何 才叫做得到 得到犯罪 犯罪 那个犯罪主要就是 菩萨对众生起了称心 为什么 因为你起了称心的话 就跟利益 为了要菩萨利益 众生的这个 心愿相为 所以这个就是横坐 只要就是菩萨起身 起称心就是横坐 欲清损众生的缘故 而得众罪 而得众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事情 其实他这个的话 就是都蛮 很简单 那我用那个 菩萨善戒 善戒经的 决一续品 也来说明 这一首巨授 佛言 又菩萨若诸菩萨 犯如恨和沙 这个贪罪的话 这个菩萨不明犯戒 那若是犯了称因缘 因为称因缘而悔戒的话 这真的就是犯了菩萨戒 所以世民婆解和一顾 他说又菩萨 又菩萨我们知道是持戒第一 他说又菩萨称慧的心 能够让菩萨怎样 舍弃众生 对众生起了舍弃的心 那贪爱的心是为了 为了像母亲 为了要像我们上一首 338首祭送 像菩萨敏恋众生 就好像是爱护独子一样 所以他不会去舍弃众生 他不会去舍弃众生 所以贪爱之心是会来护念众生 所以若爱众生的话 对菩萨来说 他不明为烦恼 可是你因为称心 然后舍弃了众生 这是重烦恼 这是得重罪 得重罪 所以优婆理事故如来 在于经中说 贪结难断 不明为重 称慧异断 称慧异断 明知为重 明知为重 用这个 他在这一个菩萨善戒经里面 说得非常的清楚 用这个 跟各位菩萨来说明 好 我们来看那个 世青菩萨如何解释 若为菩萨 哀诸众生 其贪名罪者 此意不然 何以故 此贪恒作利益众生因 故 这个因一定是善因 最后一个 此贪恒作利益众生因 这一定是善因 好 若诸菩萨爱诸 菩萨为了要利益众生 生起了对众生的贪爱 以此菩萨不会照下 堵罪 不会照下堵罪 因为这种贪爱 是指众生为我所 而不去舍弃众生 不会去舍弃众生 然后因为 倘若如是安住这个 慈悲心 发菩提心的菩萨 对众生产生了称心 已经是安住在 慈悲心 发菩提心的菩萨 还对众生产生了这个称心 那这就跟怎样 成就菩提心相为了 跟成就这个菩提心相为 因为若生称心 就会怎样 就会弃舍众生的缘故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若爱众生不明烦恼 称舍众生明重烦恼 这在菩萨善戒经里面 我刚刚已经有做补充了 那基督教也有说爱 也有慈善 慈善这个味道 所以每一个教里 其实他们都是从善 做出发点 从善做出发点 都是很清净善良 也符合我们所谓的 菩萨的试色法 那当然我们佛教说 如果说爱也觉得不好 是染污 是执着的 不论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或是夫妻男女的爱 都有这种执着的成分 但是佛菩萨的爱众生 这个爱 是因为每个人 修行程度的不同 亲近程度也有所不同 比如地上菩萨 已经有那个离遇 欧罗汉的正量 那这个时候 大菩萨对众生的爱 肯定是离遇的 一定是离遇的 好 那菩萨对众生的爱 其实是一种顾念 它是时时来看护 照顾我们这些众生 就像那眼睛里面 里面的大事之念 佛缘通章里面所说的 就是时方如来 明念众生 如母义子 如母义子 所以菩萨是把众生 当成是自己的独子 一样的爱护 这里的爱 菩萨对我们众生的爱 就是这样子的 那在佛经上也说 不要有爱见大悲 什么叫做爱见大悲 就是自己虽然没有断烦恼 却应用大悲来救济 我们这些所有的众生 因为爱见大悲 一切法都是虚妄的 如果是对这个众生 起了爱见大悲 当然也是要舍离的 否则我们就会 非常的执着痛苦 就会非常执着痛苦 所以我们这个爱众生 不要变成就是怎么样 执着占有 所以地藏菩萨 他感应我们这些众生 眼前的众生是往昔的眷属 那也是眷恋 希望我们对方的 道业可以成长 所以这是菩萨对我们的爱 跟一般世间对我们的爱 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要让我们可以脱离 三界轮回的苦的爱 他是希望我们可以 道业成就的爱 所以菩萨对我们是慈悲 喜舍都惧着 这就是大菩萨对我们众生的慈悲 那如果是菩萨以称慧的心 舍众生 那贪爱的心就可以护念我们这些众生 那如果爱众生 他不明为烦恼 那称舍众生 明怎么样 明众烦恼 这在刚刚的三界经里面有说 那菩萨对众生就是有 不失 就是以四四 来利益我们这些众生 就是对众生有 不失 爱与 立行 同事 这试设法的 身口异行 他就好像是一只 老母鸡 他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小鸡 不被老鹰吃掉 那菩萨就会 就像这只母鸡一样 他会奋力的 对抗老鹰 直到暂时为止 菩萨对我们的爱就是如此 母爱竟然这么伟大 这等觉大菩萨就不用说了 我们在于就是 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 他有讲 菩萨他在等 在菩萨位的时候 他就用割肉 割肉为鹰 这故事我们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老鹰要吃割食的时候 这个等觉菩萨 两个都久 两个都久 他割自己的肉 去喂饱的 喂饱这个老鹰 同时也保护了 割食 这就是菩萨 他的大爱 大爱 跟我们众生 只是为了要 爱自己的家人 为我们的家人 牺牲奉献 这种自私的 这种执着的成分 有这种自私的 执着的成分在 这是不同的 那菩萨来说的话 爱众生 不称为烦恼 这是我要再强调的 只有称慧心 舍弃 众生 这才是大烦恼 这才是大烦恼 所以真正爱众生的话 是菩萨的 慈悲 惜舍 顾念有情 但是他不会执着 不占有 而且他是解脱自在 他是解脱自在的 跟我们 个人的这种 自私的 或是会爱舍 为什么说爱见大悲 其实也是不可取 爱见大悲 大部分 像一些企业家 看到有人的话 有的话 他会起名利心 希望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的名字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说 我今天做了一个大善事 我就 我用了多少的钱 就是不收多少的钱 让众生知道 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容易 多在名利上面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再来的话 我们修行学佛 最重要的是 这个要跟各位菩萨 大家说明的 我们修行学佛 最重要的是什么 菩提 发菩提心 要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的前方便是什么 就是这个慈悲心 就是这个慈悲心 那在《还原经》里面有说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因为这个大悲心 而起大悲 那因为这个大悲 因为这个大悲 来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才可以成正等正觉 这是在《还原经》里面说的 那修行人要求这个 武上菩提 一定要以这个大悲心为体 这个大悲心为体 给众生了八六去苦 那这个藏大菩提心得 莫过于什么 就是这个称悔 所以我们佛法常常都说 云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百万丈门开 所以称心若起 只是一念 就可以藏一切的善根 受百千障碍的法门 会受到百千障碍的法门 所以《还原经》里面有说 受不见菩提障 不闻正法障 生不敬国障 生恶道障 这样子 其一称慧心 就受如此的百丈法门 乃至百千障碍的法门 所以菩萨临起 百千的贪心 也不起一个称心 那人我们人 会起这个称慧烦恼 都是因为怎么样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看到外面的境界 跟自己的心 自己感觉不顺眼 就开始起称慧心 所以遇到不顺意的事情 就会起称慧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因为别人跟我们的意见相处 就是一股称慧心就开始发起了 然后长江彼此的 因为他们的言语 信念跟自己行为 跟自己 其实是自己 自己抓着不放 其实人家根本就不 人家不以为然 人家只是有时候他们讲一句话 人家也不觉得他自己讲错话 所以我们一直抓着那句话 失始不放 觉得人家伤害了我 伤害我小小的纯洁的心灵 其实人家根本就不觉得说 他讲其实没有什么恶意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身口意 就是因为都以我为目标 所以才起种种的称慧之心 所以我们画起这个称慧的良药 就是要起这个大悲心 对众神要起大悲心 好 这个就是在于这个三 有时候我会讲这一些 就是希望各位菩萨可以 有时候把我们的这个 所学的经验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有时候我们日常当中 我们不这样子念念观醒 念念观醒的话 对这个境界一拖就走 我就跟各位菩萨说 我们那时候竹林不是都 都有很多绿祖神 现在这几年因为就是气候的关系 现在就是已经两三年都不省了 不怎么长那个珠笋了 刚开始我们在那个 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去把那个珠笋 真的都是成片 这边长那边也都有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克颂 在克颂的时候 其实经文其实都没有入我的心 其实我成片都是那个 都是竹子 而且都是又粗又长的 可以可以就是 一手就是可以抓好几只的 所以我们这种人的这个应念跟贪心 你如果是没有在鼠颜金上面训练的话 马上就是随着这个境界就去了 你想要抓根本就抓不回来 譬如我就是说我真的对一个 一件东西啊真的喜爱的时候 然后被人家买走 那种心心念念 以前我最特爱买东西的 那有时候啊 你知道就是走过去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我就是 这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玉 你知道吗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常常都会去玉丝逛 那时候我记得啊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一个 就是好像观世音菩萨 我就觉得它特别跟我有缘啊 它是用白玉做的 然后你看我心心念念到现在 你看我都还记得那个 那一个菩萨像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一个也不是很大 然后他跟我讲说种水好 然后上面有一抹铝 主要是有一抹铝 然后特 我就觉得这个菩萨像真的是特庄严的 符合我心里的那个菩萨像 我想说 一个这个就要五六千块 五六千块 那时候其实老师说 因为我那个年代的话 其实五六千块其实是蛮多的 后来我就过去跟那个老板就讲讲 好老板说三千六最低 三千六 然后我还是很挣扎 三千六对我来讲还是很贵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三千六还是太贵了 然后我就没有买 整个晚上都做梦梦到那一尊佛像 看我的那个贪念有多重 所以真的人这个贪念 是真的是 然后我还有遇到一个 一个那个 就是原先刚开始 一个信徒 就跟我讲说师父 师父 我就是看到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好想买很爱 所以他就常常就是每一个月都是 支出过多 他跟我讲说师父如何才可以让我可以断爱 他就说 他就说我看到什么东西我都想买 他就说买了一堆 有时候也是没有用 那我就说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知道 你买了其实那个东西也没有用 你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 而且我就说你到最后不到 人家是月中以后 月中以后就不够钱花 我就说你不是 你是月初的时候 大概是十号左右 你就跟我讲说 师父我真的也没有钱 我虽然是很想要布施 可是我也没有钱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爱 这个贪爱 你虽然跟他讲 结果后来下个月 我就跟他讲了一堆 如何断爱 断爱以后 结果下个月他来的时候 师父 我因为看到什么什么 我又忍不住了 他就说师父我要怎么办 我就说你没救了 我就说我三个月才跟你讲 讲了那么多 结果我就说 其实我就说 你这样真的不痛苦吗 每次到了不到月中的时候 你就不够用 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刷卡 到最后你也是要负债 我就说你这样子 已经跟你讲说 要断爱断贪 我就说你再这样子下去 我跟他讲说 你到时候 你就是想像自己 被关起来的样子 好 对呀 我就说真的是 这个爱的部分 真的是很难 所以在于这个境界的种种上面 我们要做种种的关心 要常常转 所以我就跟各位菩萨说 你们一直死一直死 只会死得更快 所以真的 在于这个 所有的观念上面 要转个弯 所以我是 觉得就是在于 这个大圣中原经理 其实在这一品 随修品 是我们最好 契入 菩萨带领我们 如何在于日常生活中 如何的应用跟修行 所以我会跟各位菩萨 比较啰嗦一点 讲一些比较多一点的课外话 让各位菩萨 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佛菩萨所说的句意 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好 我们来讲 再讲三百四十首句说 那也是 延续上面的 就是这 谈爱的部分 好 各位菩萨看讲义 好 记曰 如歌于智 待会儿 如歌于智子 朴父生极爱 如是有悲人 余生爱意恶 就是 这个 像那个母歌 我也是现在看到这一首 记书 我才了解 母歌她对待 她的幼子 她是如何对待她的幼子 这个母歌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是 她如何对待爱子 我们再待会儿 那个世青菩萨的解释 我再跟各位菩萨解释 这个就好像是母歌 爱子她的幼子 雏鸟一样 她从 她那个小 那个雏鸟还很小的时候 她就怀抱她 然后来养育 护育她 而且她对她非常的贪爱 非常的直爱 而且不会对她起诚恨心 所以她是这个 所以如是 她的仆妇 仆妇 就是 包容 包容 我们所谓的仆妇 像为什么有时候发现的东西 真的是很奇妙 它在我们中国造成 普妇的意思就是 就是普遍包容 普遍包容 包容这个 的意识 也有就是 普遍覆盖 或普世恩德这个的意识 那也有像天 你们去查这个 普妇这个的意识 那真的很妙 其实我在查这个的时候 你看 她像天啊 覆盖 这样保 对我们这个 护护我们这些众生 那这个就是 像哥啊 像这个 哥这个父母 这个母亲的爱啊 对待自己的 子女的这个 爱啊 是真的是 非常的积爱 那如是有悲心的 这个菩萨 有悲人就是 有悲心的菩萨 他对众生的爱 也是这个样子 义而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用那个 世青菩萨的 来解释 好 这个再补充的部分 我也用这个 直接就是解释 他就好像母哥爱子 他的幼子 雏鸟一样 他从他很小的时候 就怀抱这个幼子 用自己的身体跟翅膀 来护护他 原这个母哥 对这个雏鸟的 这个持心啊 他就不会对这个 他的这个幼子 起称恨的心 那同理 同理来说 菩萨对我们 众生的爱啊 这个菩萨 预定众生 为了要让众生 得到安乐的 这个大悲心的菩萨 对我们这些众生啊 也是将我们这些众生 视如自己 亲生的孩子一样 所以他 如果是生起这个 称恨的心 这个因啊 就是对 就是菩提心 跟这个菩提心就相伪 所以 这个意识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这个用 那个世青菩萨 来说明一下 好 各位菩萨看一下那个讲 那个教材上面 譬如歌鸟 多汤爱念诸子 罪得真善 如是菩萨 多悲爱诸众生 真上义恶 好 那各位菩萨 再来看一下 我刚刚解释的 就好像鸟类中的鸽子啊 他就是跟其他的鸟类 不太一样 他贪心特别的重 所以他对他的孩子 他的除鸟 幼子 都极为的爱诸 从那个蛋壳 破裂 孵出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用他的双翼 将他的孩子 坚固 就是坚固的保护在他的怀 始终都怀抱着他的幼稚 用他自己的身体跟翅膀 去保护他的幼稚 原这个 我们看 所以因此 原这个雌星 他何时 他也不会对他的幼稚 产生憎恨的心 我第一次听到 有这种 这种 鸽子他是这样子的 保护他的孩子 然后 如是菩萨多悲爱众生 真上一耳 他真上的意思就是 欲令众生得安乐 具慈悲 具这个大慈悲心的菩萨 这些圣者 的意思 那这一句的意思就是 同样菩萨对其他众生 也是 适如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 那菩萨本是 欲令众生得安乐 得安乐的大悲心的圣者 跟生起这个 与生起这个 称害之心 这个因的 这个称慧的根本 跟这个意思就是 与生起害心的这个称慧 这个慈心跟这个称慧 这个贪心 对 好再重说 就是说这个菩萨 他对众生的爱 贪爱的心 跟这生起这个 害众生之心的称慧 是相为的 这样各位菩萨了解吗 好 好那这个用这个解释的话 就非常的简单 所以他的 这个的话 那这个以这个的话 我们要来讲一下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各位菩萨 对弥勒菩萨 是不是 他是 弥勒菩萨他的慈心 是无人能敌的 哎呀 各位菩萨 还可以讲一下 再讲一下 我们再休息一下 弥勒菩萨他的慈心 是无人能敌的 他出发心就是从开始 从慈 慈心菩萨开始出发 我们一定要了解弥勒菩萨 所以他是 一切至光明先人 慈心不杀 慈心因缘不食肉经里面 有解释 有解释慈心菩萨 他是记载过去说 久远节以来 在弥勒古佛注释的 圣花夫世界里面 有一切至光明先人 他发愿不食众生肉的事迹 就是从这一本 从这本经里面来的 那这个一切至光明 这个大婆罗门 他原先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婆罗门教 然后非常多才多矣 而且他辩才无碍 而且知识非常的高 那偶尔他就听闻到 弥勒古佛产说 慈三昧光大悲海云经 这各位菩萨你们去找一定都有 所以我只是跟各位菩萨分享一下 他用这一本经 就是用世间一切的意理 跟这个古佛 跟这个弥勒古佛开始辩论 那辩论输了 所以他就非常的幸福成为了 这个弥勒古佛的佛地址 他成为佛地址以后 他就离家入山去修行 那精进持送这个 慈三昧光大悲海云经 他就是以这个持送这一部经 为他的修行的主要 修行的主要 那因为他入山修行 所以他有时候 他就是会出来起始为主 起始为主 那就过着少欲无事的生活 那誓愿以后将来成佛的 以后佛号也要成为弥勒 那因为就是遇上了 经过好多年以后 有一次就遇上了 就是年日的大雨 因为年日的大雨 那洪水就阻断了 他要外出起始的道路 要外出起始脱波的道路 那这个一切至光明 这一位佛地址 仙人他七天就没有进食 所以生命就垂危 那临终刚好就是有一位 就是一群的兔子 那是一只兔王母 统领了这一群兔子 统领这个兔子 那这个临终的兔王母 他为了要延续这个仙人的性命 来护持正法久住 就决定就是要以身供养 所以这个兔王的母指 就先后就跳到那个火堆当中 所以先生看到那个兔王母 为了自己 就是为了自己舍身 就悲痛地说出 说宁可我自己身上着火 眼睛破裂 也不忍做这种杀众生 的这种事情 你可能自己头破血流 也不忍吃下众生肉 所以他发现说 愿生生世世不起沙响 永远不吃肉 成佛以后绝对制断肉节 这米勒菩萨他那时候 就是为一切至光明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舍身 舍身的时候 跟这一对兔王母指 共同舍命的时候 发下的誓愿 所以一切至光明 仙人持心因缘不食肉心 所说的就是在佛陀注释的年代 就是因为临终 惊醒的一行人 跟这个米勒相遇 那众人被这个少年米勒的 他的外貌所震慑 因为就看到他全身 金光闪耀 像好非常的 他非常的像好 然后给你的感觉就是 跟他相处非常的亲近 而且他身相的威仪 都非常的具足 那跟佛没有什么差别 那佛陀就是因为这个 而说出了米勒 他出发心的因缘 出发心的因缘 然后告诉弟子 跟外道的范至 一切至光明 就是眼前的米勒 他因为他因地 持心不杀的誓愿 造就了日后的三十二相巨主 三十二相巨主 所以我们佛教徒 说持五戒的话 就是不杀人 那如果各位菩萨 你们真的就是不方便的话 就是持过边数 过边数 那我们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以 以术石来互持 慈悲的来互生 这是我们以后 就是要跟随弥勒菩萨 不食众生肉 不食众生肉 不然众生受苦 他的发心 他的发愿 我们就是以此 以这个 受死 慈悲来互生 就可以将 就是和弥勒菩萨一样 能够以慈悲心 来互持终生 那我们尽量做到 那有时候 因为家里面的人 有时候 真的是不方便 那我们就是 随弥勒 我要跟各位菩萨 要说的就是随弥勒 随弥勒 好 一样就是 承接刚好是 遮探罪 就菩萨不舍的大悲 最后一个总结 总结的部分 好 我们念一下 记曰 此语称心为 喜苦 苦心 凡 利则为无利 无 无畏为畏心 好 各位菩萨 苦跟苦心当中 加一个顿号 好 这个意思就是 我用补充的方式 直接来解释 这一首记送 你们会比较容易了解 了解这一首记送 那第一段的话 持语 称心为 就是菩萨有慈悲心 他不会对众生起称心 他不会对众生起称心 为什么呢 因为慈悲心 跟称心 他是相为的 他是相为的 那习苦 苦心 烦 习这就不用说了 他是挺习 那这个苦呢 他就是菩萨拔除众生的苦 那苦心烦就是 不会有 不会反过来 然后令众生痛苦的意思 所以他这一个第二 第二句的意思就是 菩萨希望可以拔除众生的痛苦 不会去损害众生的意思 那第三句的话 利则为无利 这个意思就是 菩萨 菩萨奉献这个身材 还有其他的菩萨的受用 来饶益众生 他不会反过来 不利益众生 然后去欺诈众生 去欺诈众生的意思 那第四个的话 就是 菩萨希望众生能够远离部位 就是无畏 那 为卫心就是 他不会以 反过来以暴力 然后令众生 怎样 令众生部位 所以 菩萨希望众生能够远离部位 不会以暴力 令众生部位 用这样子来解释 各位菩萨是不是就很清楚 好 那这就是 这一首句诵 他的意思 那各位菩萨 这个 一样就是 重点强调是在怎样 就是 持心与称心是相为的 菩萨 这个在第一句是 因为 为什么 因为菩萨 因为有他 有慈爱的关系 有慈悲心 所以他就不会对众生 起 称心 所以 慈悲心跟称心是相为的 好 我们来看那个 世心菩萨如何解释 好 我们念一下 菩萨 菩萨与诸众生 有得持心 故 与称心相为 有得喜苦心 故 与做苦心 相为 有得利益 心固 与无利 心 相为 有得无畏 心固 与作为 心 相为 事故菩萨 岂如是 贪不得 名罪 贪不得 名罪 然后 这个就是 诊断 这一首 祭送的 主要 主要的意思 我们先看 菩萨与诸众生 有得持心 故 与称心相为 有得喜苦心 故 与作苦心 相为 这个是 说菩萨 对其他的众生 也把他当作是 恃如亲子 所以因为菩萨 本是 欲令众生 得安乐 具大慈悲心的 圣者 那跟生起 这个 害心之音的 这个称慧 根本 是相为的 根本是相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 为了要 熄灭众生的 烦恼 跟痛苦 所以 所以跟这个 使的 我们这个 这些 凡夫众生 起 生起痛苦 并且害他人之心的 这个 是相为的 是相为的 这就是 这一段的意思 那我们再看 有得利益 心故 与无利心 相为 有得无畏心 故 与作为 心相为 好 这段的意思就是 菩萨与 利乐 之水来 滋润 众生的 心田 也就是 以那个 利乐 众生的 这个 水来 滋润 我们众生的 心田 唯一 见菩萨 身 闻菩萨 明 就能够 从部位 当中 得到 救度 所以 所以跟 这个 毆达 这些 粗暴的 行为 是相为的 是相为的 因此 他就发 菩萨 发自 内心的 身处 当然就没有 这种 狡诈的 心 唯一大慈 大悲 不舍 众生 大慈 大慈 以及 用那个 正德的 无分别的 智慧 来断除 什么 直取 来断除 断除 恶取 这二者都是 菩萨的 殊胜 修法 各位菩萨 我们刚刚 已经从 三二九 那边 可以知道 菩萨所修 是什么 大慈 悲心 具正 根本 具正 无分别 智 为他的 这两个 菩萨 修行的 殊胜 修法 殊胜 修法 好 这就是 第三百四十一 宗 做最 就是做 结论的 俱颂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三世二宗的话 三世二宗 我们来看 圣经菩萨说 所说的 事故菩萨 岂如是 贪不得 名罪 不得名罪 的意思 就是 菩萨是 游历 群身的 群身的 这个大义 大义力 所以他 起贪 不得罪 就好像说 我们这家菩萨 对 七儿 虽然有 贪爱心 但这个 贪爱 这个贪爱 不会 令菩萨 犯下 堕罪 堕罪 因为这个 贪心 跟大慈 跟大慈 并不相伪 的缘故 所以菩萨 多劫 当中造作这个贪爱 之罪 也不会 也不及 插挪间 只是一念就对众生起称心的罪重 好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 接下来 以说这个贪罪以后 再下来要说什么 主要是 再下来就是要说 修行的 菩萨修行的差别 用九个 辟语来说 用九个辟语来说 这个九个辟语 来说明菩萨是如何的 处重 用三大段来说 第一段就是处重 第二个就是 对质 自心 对质 自心 那第三段就用六度的修行方式 六度的修行方式来说 好 像这个的话 菩萨他的称心 我可以用一个佛法的一个公案来说 就是有一天释迦牟尼佛 和摄立佛尊者一起行脚的时候 就看到天上有一只老鹰 他就是在追赶 追赶着要涉猎一只鸽子 那这只鸽子就被这个老鹰 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刚好看到佛陀在下面 他看到佛陀在下面 马上就赶快飞下来 停在那个 释迦牟尼佛身影当中 身影当中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鸽子他就感觉非常的安全 而且很自在 因为鸽子他就是受到佛陀 他光明跟慈悲的保护 他光明跟慈悲的保护 那老鹰就在天上找 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这个就是因为佛陀 他持心的关系 他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力量 这时候佛就跟舍利佛尊者说 舍利佛你看到这个鸽子被这个老鹰追逐的时候 都躲在我的身影里面 我的影子里面觉得非常的安全 可是他躲在你的影子 就是躲在你的影子下面的时候 他就全身发抖 然后这个舍利佛尊者就有些怀疑 他就说怎么可能 他竟然就是我们都是修行者 他就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躲在佛陀的身影下 他就觉得很自在 很有安全感 为什么躲在我的身影 下面他就会全身发抖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 舍利佛他就很怀疑 所以他就是移到鸽子那里 这个时候鸽子就开始全身发抖 就是因为害怕发抖 那舍利佛他就觉得很奇怪 自己我已经证到了阿罗汉果了 我已经得到贪心撑心 吃心卖心疑心斜见 其实都已经相符了 为什么鸽子 在如来的影子上面 是这么的安稳这么的知识 为什么躲在我的影子下 他就全身发抖 这个释迦摩尼佛就告诉他说 你虽然已经证得了阿罗汉果 可是你在你的习气啊 表面上你的贪心撑心 痴心啊 没有这些业障跟烦恼 可是你还有无名没有破 就是这个习气 习气未尽 这个习气未尽 所以还有这个维系的无名烦恼 所以撑心是真的很危险的 因为过去世的时候 舍利佛就是一位撑心的缘故 所以有堕在蛇 堕在蛇身 所以他这个撑心啊 一直这个习气都没有尽 所以这个鸽子就是感应到他的 这个维系的无名的烦恼 所以他看 他虽然躲在那个圣利佛的身下 他就全身发抖害怕 所以撑心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般人 一般人出了撑心没有降伏 就会时时刻刻的增长 就会时时刻刻 你看恨一个人啊 可以恨一辈子 恨一个人真的可以恨一辈子 所以譬如一个人 如果是在森林里面 会害怕遇到毒蛇跟猛兽 对不对 我们不然人 这是因为人有撑心 人有撑心的缘故 所以毒蛇猛兽也有撑心 那撑心跟撑心相应啊 就会发生事情 发生危险的缘故 所以一个人的撑心 若是很重的话 就比较容易堕入到这个蛇类 就是堕入到这个出生道为蛇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都说蛇 他的撑心都很重 就是因为这个因果的关系 就是因为因果的关系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三百四十二页 各位菩萨 我们来看菩萨如何修行 用九个 九个辟语来说 那三百四十二页 主要是在说菩萨修行 处众是如何 在处众当中修行 好 我们来看三百四十二页 善行于生死 如病福苦药 善行于众生 如意尽病者 好 我们来看这一首剧送 好 我们来看这个主要是在 讲第一个 第一个辟语跟第二个辟语 那菩萨修行有九种差别 他用第一个 善行生死跟善行众生 来说菩萨处众的 的毅力 善行生死的部分 善行于生死 如病福苦药 这个善行于生死的话 这个生死的话就不用说了 这一定是堕于恶趣当中 堕于恶趣 那我们知道病以后 我们就要服良药 那这 我们都说良药苦口 良药苦口 就是知病服苦药 这个药的话 一定是佛法 用佛法 为良药 好 这就是菩萨处生 于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 就好像处方苦药 给病人服用 是一样的 所以善行于生死的话 就是指菩萨成就道业 是为了要化岛有情 虽然出没在于生死当中 可是他不会 为生死所燃灼 因为他不跟阿罗汉一样 他是入屋于涅槃 他是 又在轮回生死当中度众生 多众生 好 那在于善行众生的部分 就是善行于众生 就是菩萨起的大悲心 就好像是医生 医师治疗患病的众生一样 说叫如医尽病者 这个就是在于善行众生 就是指菩萨于诸众生的时候 起大悲心 那若有病苦的话 菩萨常行就尽 而且他不生疲戴 他不会产生疲惫之心 像我们刚出家的时候 生也累啊 心也累啊 那菩萨在于善行众生当中 接不起于疲累 对于 对于众生常行救济 好 我们来看 世心菩萨如何来解释 这一首祭送 诸菩萨修行有九种差别 九种批语 来说菩萨的修行 第一 一者善行众生死 骗乳病酒 福苦射药 但为菜病 不生贪然 菩萨义耳 清净生死 但为师为策利 非为染卓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善行众生死 我要先解释什么叫做善行众生死 所谓的善行众生死 就是在三界生死 生于善去 我刚刚已经有说 其中一个 主要我们要亲近善知识 一定要生于善去 才能够相应于佛法 你在于第一当中受苦 怎么可能还要 还会修 还会对于正法起 起心 想要修习正法 不可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生于善去 才得以相应佛法 所以要偏于善行 一定要偏于乐受 一定要偏于善行 偏于乐受 这是善行众生死 它的重要的意义当中 好 那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比如病人 他努力要寻找疗病的妙药 那虽然已经了知 他虽然了知说 轮回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但却能够承许 好比说我们虽然知道说 药味会非常的苦涩 但是为了我们要治病 为了要 就是让我们的病可以痊愈 那我们就会尽力的接受 医生他的治疗 对不对 一样 所以我们会接受轮回 在轮回当中修行 在轮回当中修行 就是为了要获得远离一切恶障 可以远离这一切恶障的这个疾病 然后我们要行什么 要行恶力 任运的大菩提 任运恶力的大菩提 然后从而起入 然后去入轮回 而不是舍弃轮回 我们要在轮回当中 像菩萨一样 生生世世 与处众当中 然后正得菩提 正得解脱 好各位菩萨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们就是 为了要获得远离一切恶障疾病 而行恶力任运的大菩提 从而去入轮回 而不舍弃轮回 所以菩萨他是在于众生当中修行 然后可以福慧恶圆满方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 第一段是善行生死 第二段要告诉你 就是要善行众生 要在哪里 要在众生当中 圆满福慧恶之良 就像我们就是 从一棵树苗 因为阳光空气水 阳光空气水 其实就是如我们的众生一样 因为有这些善因缘 助因缘的关系 而能够让这一棵树苗 渐渐长成一棵大树 所以这个就是一定第二个 既然是说善行生死 要在哪里 可以解脱我们生死 就是在众生当中 所以恶者 善行众生 毕如良一 清净病者 菩萨一儿 有大悲苦 不舍烦恼 病苦众生 所以如同具有大悲心 跟善心的医师 他对于这个痛苦 被痛苦所折磨的这些病人 能够对症下药 能够对症下药一般 如是菩萨 为使我们一切的众生 能够遣除这些烦恼 遣除这些烦恼的这些病因缘 而能够广施正法的妙药 广施正法的妙药 所以他就会承办各种利乐 这是菩萨的大悲心 那我们在这个的话 这里讲一个 我们各位菩萨对妻婆 应该是很熟悉吧 在无量寿经里面 不是有讲到这个妻婆吗 她是印度的第一神医妻婆 她是佛陀时代的医中之王 就像跟我们的中国华陀 是一样的 那许多一些疑难杂症 经过他诊治以后 都可以应手而遇 所以当时摩羯陀国的阿瑟士王 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明文的 明文利养 受到明文利养 铁婆达多的蛊惑 所以他就杀害了父亲 杀害了父亲 然后自立为王 所以造作了诸多的恶业 造作诸多的恶业 后来因为心生悔 因为后来虽然说心生悔 后悔了 可是他还是会受到了果报 他就是身上 生了种种的疮 那这个疮 就是非常的臭味蓝纹 那大臣也帮他找了 无数的明医 可是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可以痊愈 最后就求救这个生意 棋婆 神秘棋婆 然后这个棋婆也束手无策 那棋婆当然他知道这个病因 后来就为他讲说 忏悔 跟修善断恶的这些佛法的毅力 并告诉他说 也只有佛陀才可以救治他 所以劝他要诚心的前往佛陀的处所 去请示佛陀 那这个阿圣世王他就恳切的忏悔 在佛陀的面前恳切的忏悔急过 并且发菩提心 归异了佛陀以后 他的心病去除以后 结果他的病就慢慢的痊愈了 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这个业 我们要是说不自成忏悔的话 业照没有消除 这个病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得以痊愈 所以生病苦 这个痛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可是真的很多的病 其实都是由这个心病开始 由于这个心病而不自觉知 那知道了又不肯去服这个法药 所以让我们就会轮回在于三界六道当中 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什么 写脱 没有办法得到写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习佛法 就是从这根本当中去修习 去修习 那在 这个 我们再就是讲 继续讲343首祭壮 好 这就是讲一些就是 让各位可以了解 再来的话就是善行 我刚刚有说菩萨的修行 用善大部分来说 前一首祭壮是用菩萨修行是 主众的部分 那在这个343首祭壮 就是菩萨修行 善行至心 善行至心的部分 善行于至心这个部分 好 那再一下 在第四首辟喻就是善行于欲成 如生 善翻卖 这就是在讲菩萨六度的部分 下面从这个343首祭壮下半部开始就是在讲菩萨六度的修行 那第一个修行就是什么 布施 布施的部分 那善行于欲成 如生 善翻卖 这就是菩萨布施的部分 心布施的部分 菩萨善行于六度 第一个 布施的部分 好 我们先来看菩萨善行至心的部分 是如何的依尺而修行 善行于至心 就是这个至心 当然是要令我们的至心可以怎样 激进 如条未成 这就是伏至心的部分 就是对峙 对峙至心的部分 好 这就是菩萨以寻服未经训练 奴仆 奴仆的这一种方法去降服自己的心 这就是第一个 善行至心 对峙至心的部分 那第三首 善行于欲成 如生 善翻卖 就是菩萨六度的第一度 第一度 就是布施 波罗蜜的部分 布施 波罗蜜的部分 好 好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菩萨他在实践 布施的时候 布施的时候 用不断 增值 提升这个 盈 我们就是 既然是经营事业的话 一定要让我们的怎样 可以不断的可以增值盈利 提升盈利 他用这种经营的手法 来坚持的 来降服我们内心的欲念 内心的欲念 好 我们来看那个 事情菩萨如何说 好 我们来念一下 菩萨修行有九种差别 即 我们现在这个是我来解释 善行至心的部分 我们刚才用巨颂来讲的时候 善行至心就是指 菩萨能够调伏至心 来破除烦恼 来增长菩提 这个就是这个善行至心 他的重点 重点就是这首巨颂 他的重点 那第三首跟第四首寄授是善行欲成的部分 那就是指菩萨虽然处在五欲 五欲当中 就是这个欲成当中 可是不会贪然 不会去贪然 他一样能够精修犯恨 来增长自己的法财 这就是菩萨修行善行 布施 谈乐波罗蜜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个世青菩萨的解释 好 我们先来看善行至心的部分 善者善行至心 譬如有志知主 善能调伏 未成就奴 菩萨义耳 善能调伏 未调伏心 这部分 未调伏心这个部分 因为是因为我们内心 内心种种不良的 心形的运作 心形的运作 那这未成就奴就是 我们这个刚强未调伏 这个的心 刚强未调伏的仆人的意识 那这个未调伏心 就是我们的志心 真的就像心源意马一样 要防疫 我们一定要防疫它 我们所说的防疫如成 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意识 就是巩固起来 不要让它这样子 像猿猴一样四处乱跑 所以这种偏生在第六识上面 我们第六识 随着我们的意念 可以跑到任何世界 每一个角落当中 游玩 所以这个第六识 如此的活泼 我们如果是说不强行的 将它给巩固住 你看它就是四处飘 四处想 四处做 这都是因为这个第六识 分别的我执 分别的我执 还有分别的法执 在第六识当中 如同为使这个不听吩咐 这个刚强的仆人一样 我们为了让这个刚强的仆人 能够顺从 主人就以打骂这些 来做调伏一段以后 让他让我们的智心的烦恼 可以控制住 可以控制住 然后渐渐的我们的意志 能够刚强 那这样子 刚强了以后 就不会四处乱跑 所以我们就可以以儒礼作义来制服 让我们对自己内心的种种不良的心 的照着 进行严厉的制法 这个在宝积经里面又讲过 巡抚野马的这个故事 巡抚野马的这个故事 用这个来比喻 那我在这边我就不重复说 这个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有说过了 好 我们这是第三个 那再来是 看那个 《诗经菩萨》解释第三首跟第四首祭颂 就是善行欲成的部分 我们念一下 《诗者善行欲成》 譬如商人 善于贩卖菩萨义恶 于坦等诸度增长知才 所谓的这个 于坦等诸度 这就是我刚刚就说 从这里开始 就是在讲菩萨六度 六度的部分 它在这个部分是比较偏重于 谭月菩萨蜜 要不要谭月菩萨蜜 那个布施菩萨蜜好了 好 就是着重在布施的部分 它可以增长我们的知才 增长什么的知才 就是福慧跟智慧两个的知良 这个整句我们就这样子来讲 如同为了要养家欲子 就用极为为劣的这个资财 开始起家 我们先刚开始 像我们要起家的话 都是用少少的钱 然后用人力 让慢慢的堆积我们的家财 这个也是 我们用为劣的柴火起家 然后让我们为劣的这些柴火 不断的提高他们的增值 让他的增值能够慢慢的增高 然后去谋取盈利的这个商人一样 他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这个 少少的一些违猎的柴火 慢慢的增长他的什么 他的利润 增加他的利润 然后可是他 菩萨呢 我们呢 一定要通过布施 才能够承办这种 五种妙欲的功德 才能够承办这种妙欲的功德 然后 才可以让我们 得以有受用 在下辈子 能够受获得什么 受用圆满 然后这个就是 为一切终生 向发放布施承办力的 这就是所谓的布施的修 菩萨布施的修法 这就是菩萨布施的修法 这他用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评语 来告诉我们 要如何跟着菩萨的脚步来修行 那什么是激进 就是我们思维 现在生起的这个烦恼 他所带给我们的坏处 是什么呢 那我现在控制不住 我们就会学着这个烦恼走 就是因为这个烦恼 才让我们在 轮回当中不停地流转 因为这个 在生死当中 不停地轮回流转 所以我们受那么多的苦 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别人 然后我们要常常这样子的思维 难道我们要 在跟着这个烦恼走吗 走生生世世吗 所以这个激进 这个激进就是 思维这个烦恼 我们思维这个烦恼的不好 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心 激进下来 所以我们要不照最深夜 就是一天到晚 不要一天到晚 妄想着说 我们今天要开多少 我们要赚多少钱 个人要多么的辉煌腾达 不要说像企业家说说 我们修行人 念佛参残 不要说一天到晚都在算计说 我们念佛到底是多少遍 多少遍 参残要几回 度多少众生 说心不要太过于计较 这样就会粘在于怎样 事业心 得失心 功利心上面 所以我们就是会 因此而 我们的心就会受到束缚 你心受到了束缚 你自然就没有办法 安心自在 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就是 我们不了知妙法 不要认为我们说 自己已经证得了 究竟的真理 微妙的妙法 就想要治疗 所以这是一个 有修行有成的大菩萨 来到我们人间度众 都要流霍 流霍润身 都要流霍润身 所以我们这些 我们一定要继续 跟着菩萨他们 跟着我们的十二分教 跟着我们的教法 依法而修行 我们就是要跟着菩萨 所要走的道路 就是要这样子 那再也就是要 不念离过失 就是犯了过失以后 不要一直计较 我做错了 我做错了 老是念念于过失 就会被这个过失 给束缚起来 人非圣贤 殊能无过 你既然已经 已经知道错误了 我们就是忏悔改过 随喜随力 去做善事 去做善事 不要老是念念不外 执着在过失 跟懊悔当中 这个就是 那不住即进心 就是我们现在 所要说的 不住即进心 有些人就是喜欢 你去说我要去修行 我都遇到太多了 他都每次到我们寺庙的时候 就告诉我说 师父我想要找一个地方 就是深山里面 可以避关球的情景 我跟你讲 心不即进下来 你无论到多么即进处 心还是没有办法 可以静下来 就住不到 住不到 五天 就说我们那里太潮湿了 他的身体受不了 然后就跟我们说拜拜 我遇到太多了 所以主要就是 要助于即进心 这样才可以 相符我们内心的烦恼 所以我们贪求于环境的即进 是没有用的 我们生计心不即进 真的是枉费我们的力气 这是我跟我们各位菩萨 共同勉励的 就是这十点 所以我把他今天提出来 跟各位菩萨共享 好 那三百四十四 我们再继续讲 下一个 下两个 不是下两个 持戒跟忍辱 菩萨的六度 妄恨里面的两相 好 我们读一下 善行于三叶 如人善晚依 善行不恼他 如父于爱慈 善行于三叶 如人善晚依 这是讲菩萨持戒 普罗密的部分 善行不恼他 如父于爱 只是忍辱的部分 他是菩萨 这三叶就不用说了 菩萨在十戒 十戒部分主要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守护 身口一山门 就好像是染布的工人 善于将我们各类的衣物 都可以染洗 然后可以均匀的染色一样 将色彩染得非常的均匀 这就是他用守护身 苦一山门 就好像是这染布的工人 善于将各类的衣服 洗干净以后 配均匀的染色一样 好 那在第三个 第三个部分 在于六度 第三个忍辱的部分 就是善行不恼 他如父于爱 指就是菩萨以不害 不害跟安忍 安忍 然后来与众生怎样 可以融洽的相处 你如果是没有办法 安忍众生他们的 身口意的话 你看到他稍微讲一下话 你就觉得他在伤害我 小小的心里又受到伤害 然后就开始起撑 所以这个起撑 在于撑的部分 我们要对众生怎样 众生对我们起撑 我们要能够忍辱 就好像是父亲照顾阴海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四亲菩萨如何解释 好 在这个菩萨修行的九种差别里面 第七个跟第八个的部分 就是 是第七 第八吗 把我错了 第五 第六 那我又贴错了 各位菩萨 我到时候我在 我把两个弄反了 我到时候再调一下 好 他在于第五的部分 就是善行与善行善业的部分 善行善业是指 菩萨经修在身口意三业 他能够失为策利 能够令自己 在身口意 皆令清净 那是不是持戒 我们在身口意三业清净 就是持戒的部分 善行不老众生是第六个 就是菩萨在诸众生常请 我们对众生不起成行 一定要起怜悯之心 那众生以称老家务于我 我一样不会跟众生起称老之心 是不是就是忍辱 忍辱 那就是忍辱波罗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世青菩萨他如何如何的来说 好 各位菩萨都很认真的听讲 都知道我讲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世青菩萨如何来说 武者善行善业 譬如善晚医师 能处会购 菩萨意耳 修至善业 能令清净 善行善业就是身口意业 那会购 我们刚刚已经都讲了 就像水受到了污浊 白布上面燃上了种种的彩化 会购 那菩萨意耳修至善业 能令清净 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如同染色 染色的这个 我们在之前有工化师 工匠师 这个染色师对各种的衣物 他们精勤了 洗干净了以后 然后再做种种各种色彩的 染上种种的色彩一样 菩萨清净自己的身口意三叶 也是一样 对我们这个 清净自己身口意的这个 实不善 可以广修实善 对于就是我们身口意的实不善 菩萨能够广修实善 这个都是因为戒律的功德 持戒的功德的缘故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比较简单 那第六个 善行不恼众生 必不持妇爱 从来 六者善行不恼众生 譬如持妇爱 与小额虽会不恶 菩萨亦恶 众生加损 未常撑 那这个断句的部分 我有在这边 那各位菩萨再断一下 这样断对 这个如同在成长过程之中 尚未成熟的少年 他是因为行为不减 他行为不减 然后就做出了种种一些 轻微的罪恨 但是父亲 对他 不会因为他这个行为不减 做出了一些轻微的罪恨 父亲就对他不理不财 也不会对他 也不会对他起称心 反而会用持爱 来关怀这个少年 同样具有安忍的菩萨 对我们这些众生的愚痴 他也是用这样子 对我们这些众生的愚痴 造下这种种的罪恨 菩萨对我们 不但不会想要危害我们 对我们也不会起称恨心 他会不断地 用真上的慈悲心 来对待我们这些愚痴的众生 这是菩萨他的修行 所以他这一段的话 主要是在讲 菩萨忍入 六度里面忍入 波罗蜜的部分 在讲这个的话 世尊他在密基金刚历史宫殿 讲述法药的时候 当时与会有两万 两万的天人都发起 因为世尊他讲这个 在讲这个法药的时候 这两万的天人都发起了 无上的道心 还有不可计数的人 也因为菩萨 世尊他讲的这个 密基金刚历史宫殿 在这里 这个地方讲说法药的时候 也因此得到 世尊他的话度 而受持了五戒 他当时的时候 他也受持了五戒 这个时候 世大天王 他就上前摒摆 世尊说 为愿佛能够慈悲 哀明我们终生 为我们开示 应该如何来守护世间 你知道世大天王 是守护我们世间的 那世尊就告诉世 世天王说 忍者 有十种法药 是你们应当要行的 这样能够护念 我们世间的一切的众生 那世尊他就自问自答 说哪十种法 他说第一个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不杀害一切的生命 不能够杀害一切的生命 第二个就是 不盗取他人的财宝 那第三个就是 不侵犯他人的欺质 那第四个就是 不搬弄是非 不搬弄是非 然后跟人家争吵 那第五个话 就不夸大其耻 不夸大其耻 然后去欺骗他人 那第六个就是 不用恶语去伤害他人 其实第五个就是其语 然后第六就是恶语 不用恶语去伤害他人 那第七的话 不说那个浮华脚势的话 然后第八个就是 彼此不怀嫉妒心 不怀嫉妒心也是 那第九个就是 在善恶业 他都不会起撑毁的心 不会起撑毁的心 那第十个呢 他就是你要常修正见 常修正见的话 你才会常遇善之四 然后不听从邪知邪见 那他就说 诸位忍者 你们要用这十事 跟四天王说 你要用这十事 来守护这个世间 来守护世间 就等于是奉此如来的教法 就是奉此如来的教法 那世尊就是在 丁属这四大天王说 诸位忍者 还有八种法 八种法 你要依之而行 才能够守护天下 他问说哪八种法 第一个就是 言行要一致 第二个就是 你要能够奉尽尊掌 奉尽尊掌 那第三个 我们言耻要柔软 不要 说话都会刺人 就像一个刺尾一样 让他觉得自己 言耻非常的高深 那言耻要柔软 那第四个要谦虚公顺 谦虚公顺 那第五个要常行 质朴 要简单 所以我们说佛法是什么 要以简单入门 要简单入门 那第六个要宽厚人和 没有虚伪较势 那第七个就是 不犯诸恶 第八就是 以道德为本 使世人尊崇 你看世尊他对于是 天晚都是尊尊的教诲 告诉我们就是说 我们在世间行持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身口异形 是我们如何去守护自己 也去守护众生 你看他 他在讲这个不死事 我们刚刚是讲十法 然后又跟 又在丁属四大天王 讲这八法 还不止 然后世尊又说 还有六件事 六件事做到了 就能够守护众生 六件事就是 要常行慈悲 不恼众生 那第二个就是 口要常常说仁慈的话 不要常常说恶言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义 要起慈敏心 不生怨念 那再来的话 第四就是 把一切的供养 都要运用在善法当中 供养 那第五个就是 互持境界 一定要持界 无有毁犯 那第六个话 要以正知见去开导 就是有缘的众生 有缘的众生 这六件事 做到就能守护天下 讲了六件事 十件事 八件事 六件事 还不止 世尊又在开导 还有四件事 是首要 才能够去守护众生 他说第一个 所作所为 一定要远离贪心 远离贪心 贪心结束 第二个不能够 不要怀有 撑灰心 去加害他人 第三个就是 不为于慈 所谋蔽 所以我们一定要 修学佛法 才能够 怎样 显发我们 亲民的智性 显发我们的智 无漏慧 那第四个就是 无论在哪里 我们心中 就是因为有佛法在 所以我们的心中 就不会怀有恐惧 用这四件事情 在附属四天王 来守护我们世间 世间的众生 再来还不够 还要再讲两件事 才能够去 怎样 护持正法 来守护我们这些众生 那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对于过去 无量节所犯的过世心 我们要心怀惭愧 惭愧羞耻 那第二个要怀惭愧羞耻 我们没有不能够 深入佛法 深入佛法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深入佛法 所以众生有疑惑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 可以讲述正法 所以我们要智责 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深入佛法 来救护这一切的众生 最后呢 世尊还要在 父主是天王 说 忍者以上所说 你们应该要 一知而行 才能够拥护佛法 守护众生 这在大宝基金里面说的 大宝基金 卷十三 你看 佛陀他是如此 殷勤的附属 所有的 可以守护众生的 诸佛菩萨 各大天王 来守护我们众生 我们众生如何 没有信心 可以行持 佛陀说 教授的正法 所以三大欧生奇节 各位菩萨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之前已经走很多了 后面不长了 不长了 我们既然有这个三根 可以受持大圣的佛法 真的这个种子 应该是好几世以前 就已经种下 所以我们对大圣佛法 才能够产生 真正的信心 所以刚开始 我们在复习的时候 有说 一定要有一个善姻缘 我们才有办法怎样 有善知识的教导 然后才可以 亲近大圣佛法 好 因为时间还很长 我们再 就是 再根据菩萨讲这些 在与守口设以身末 放在此间的部分 在佛陀在设位国的时候 主要这是 我们是在讲 守口设以身末放 身口一山行 我们要如何的摄持 我们在这里讲说 我们摄持善行于三叶的时候 要像染色时对各类的衣物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要精勤的洗碗 才有办法染上种种的颜色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 亲近我们的身口一叶 广修十善 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导演 有办法可以怎样 顺利的正道 好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守口设意身末放 好 佛陀在设位国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 周历盘陀切 这大家都知道 盘特 名字叫盘特 他刚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他的性格非常的鲁钝 不聪明 那佛陀就让五百 五百罗汉 其实是有这样子写的 也有就是说 他身边的比丘 就是天天教导他 可是他过了三年 还是学不会这个记者 那世众的地址都知道 他愚笨不聪明 所以佛陀就非常的怜悯他 就把他叫过来 他又说 盘特 盘特 我现在交给你一首记纸 就是手口设意 身末放 如是行者得度时 那这个盘特 他是每一次 念了这首记纸 念了上半句以后 下半句又不会 所以佛陀他就怜悯 他故意 就是把他叫过来 交给他这一首记纸 他也是学得蛮久 可是他就是念着念着 他就是 这首记忆的意识 就是我们要守护口业 和意业 这样身自然就不会去造恶 是不是 所以这样修行的人 就可以度托 就是可以在于 这个度托于世间 不会再轮回三界 轮回之苦 那这个盘特 就很感念这个佛陀的恩德 他心生欢喜以后 终于开启了智慧 能够受念 不会念了上半句 就忘了下半句 他终于可以 终于能够持寿 可以送念这一首记纸 佛陀就对他说 你年纪大了 才记得这个记纸 其实这一首记纸 大家都已经知道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我现在就是 主要就是要来跟你解说 这其中的道理 佛陀 所以他就说 我们专一 专一性质 主要就是要观察 深苦意 这种十种的善恶业 这十种善恶业 那要细观 它如何的生起 我们要体察 它如何灭 如何的消灭 所以我们在三界 五道里面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造了种种的恶业 让我们轮回不断 让我们轮回不断 这是因为这个 所以造作十善业 我们就可以升天 造作十二业就多地狱 我们要这样子的观察修行 我们要这样观察修行 就能够得到 那这样各位菩萨知道 说为什么我们要修 我们一定要修持十戒 十戒最起码可以保住我们 就是我们一定要 就是得以人生 得以人生 那佛陀在位潘特 分别解说这个无量的妙法 潘特他因此 然后就豁然开朗 心开意解 因佛陀说的这样子的 其中的这个意识 这首祭句以后 他的真实意理以后 潘特豁然开朗 心开意解 证得了阿罗汉 各位菩萨 你们对这个 他是经过日日夜夜的洗涤 所以他在佛陀告诉他 这个意理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的豁然开朗 心开意解 证得阿罗汉 各位菩萨 你们证得阿罗汉的路 还会长吗 我们日日夜夜 也是在受持佛陀 所说的教法跟意理当中 潘特他是天天 日日夜夜都在持受这个 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持受上班局 就忘了下班局的人 他也是因持 因佛陀他的解说这个意理 豁然开朗 心开意解 马上证得了阿罗汉 所以菩萨 对佛陀他所说的意理 我们要深具信心 之后 那个菩萨尼王就请佛陀 跟僧众 僧众在正殿聚会的时候 国王就问这个佛陀 就问佛陀 请示佛陀说 我听说 潘特尊者 他本性就是愚钝的 才知道一个忌之而已 为什么可以让他可以正道 他就请示佛陀 那佛陀就回答菩萨尼王说 学道不在于多 学道不在于多 实行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贤者 盘特 他因为撤之 他了达了这个既旨 他其中的精神 他的意理 他的精神意理 能够守住 身口一三叶 能够守住 身口一三叶 就好像天经 这个经质 他纯净 纯净 一样的清净 所以一般人 虽然说学了很多 可是他不实际去修行 突然丧失了 知见 这样又有什么帮助 在我们修行当中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刚开始 跟各位菩萨说 我们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心灰 我们在于佛陀的教理上面 选择自己 适合自己根气的 一记一论 自然而然就 就能够怎样 就能够了解 其他的意理 所以这个是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如果能够 真正的深刻明白 了解一句话 重要的 的预句 所以我们都 金刚经不是说 我们要是能够 持送 四句记 就可以让我们 可以怎样 可以真的 真的 了解 正物正如的意理 所以 我们可以了解 了解真正的 一句重要的词句 一听 我们就可以消灭 我们的烦恼 所以虽然我们送得了 读送了一千句 不了解句 又有什么 真正的帮助 对我们的修行上面 没有办法可以 得到真正的帮助 不如彻底的了解 一个意理 让我们如实的 死心塌地的 在那里 在那个点上 可以如实地修行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了解 一法一句 如法修行 便可以得到 这是佛陀 告诉我们的 重要的意理 所以你看盘特 他就是我们 修行 就是我们 他事先出来 可以让我们 可以跟着他 一起走的 我觉得我们 也不比盘特 尊者 他查对不对 你看他 可以从刚开始的时候 受了上句 忘了下句 到最后佛陀 跟他讲义理 他如实修行 而能够怎样 豁然开朗 正德 阿罗汉 那更何况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应该 我们也是听闻了 受持了这么久的 佛法的熏悉 我们这一天 终究是可以来临的 各位菩萨一定要有信心 好 那再来是 三百四十五首 继续 再讲就是六度里面的 精进跟禅定的部分 上二首 上二首是精进 下二首是禅定 好 我们念一下 善行于修行 如砖火不息 善行于三昧 如财与信任 这修行就是 修行善法跟善根 从枝梁位一直到修道位 那我们都要像 那个砖火一样 要精进 我们如果是说 在火没有升起的时候 在还没有正道之前 要不断的精进 就是像不断的砖木一样 善行于三昧 如财与信任 就是菩萨对禅定的喜乐 我们叫好不忍耀 贪着就好像诚信者 受别人心托是掌管 只是掌管保障一样 可是这些保障 这些诚信者 他是不会贪着 因为那是别人的 用这个来批语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 我回去再改一下 菩萨修行有九种差别 这个就是善行修行 善行修行的部分 就是在于六度精进的部分 就是指菩萨 在修行菩萨之道的时候 他能够勇猛精进 心要能够呢 没有间断 心无间断 这才是精进 他的真实的精髓 他的精髓 好 那在于善行于三昧 这就不用说了 三昧的部分 一定是指禅定 禅定的话 就是善行于三昧 就是善行三昧 就是指菩萨能够修行 镇定 镇定的部分 那我们修行镇定的话 就不乱不昏 而且在修行镇定当中 可以是我们的功德 支掌 才是我们的功德支掌 真的一个诚信人 他掌管的保障 人家因为信赖他 就会把将自己的财物 放心地交给他 对不对 所以可以让他的财 他的财库怎样 越来越滋涨 所以说是功德滋涨 所以他用这个批语 是非常的贴切的 是非常贴切的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赶快讲一下 第六个 好 我们来讲 世行菩萨如何解释 七者散行修习 屁入砖火 胃热不洗 菩萨一耳 修习善法 成无见心 好 我们先来解释第七 七者就是 修习善法的部分 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等 成无见心的话 是从支两位一直到 怎样 到修到位的部分 这一首 世行菩萨他解释的部分 他的 主要是在讲说 如同求活者 我们求活者 在摩托 在摩擦草叶的时候 在没有起火之前 他不断地用力摩擦 让这个摩擦当中生活 那菩萨在善根没有圆满以前 他是不会中途停滞的 就以大精进心横实的来修法 这是有这一段的意思 那第八个 看世青菩萨第八十 八者善行三美 譬如出彩 得保信任 日日滋意 菩萨义耳 修习诸定 不乱不畏 功德增长 好 这保信任就是 我们古代都是有师库 就是管理财库的人 他每日保管大量的现金 可是他不会失吞 他不会失吞 所以修习生母 他就是要不乱 不乱就是要能够这样 心意尽心要专注 心意专注 虽法习片满 但他不会去摊走这个 禅定时身心所产生这种 喜乐的这种滋味 喜乐的这种滋味 所以就好像如同 这整段的意思就是 如同这个保信任 掌管保固 保库 掌管保固 及这一些 就是受托人 他们的这一些 一切的资产 那他虽然可以自由地提取 所以人家要领取的时候 他可以自由地去提取 可是他不会去贪着 贪着这些保 这些保库里面的 一切的资产 所以 这个就好像菩萨 是使圣行禅定 这个学处 没有圆满的时候 让我们这些众生 教导我们众生 让我们众生得以圆满 可是 菩萨他自己 对赤身这个禅定 他没有贪着之心 没有贪着之心 这个意识 好 就是 三百四十五首寄送 他连接着三百四十六种寄送 善行于般若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列一下三百四十六首寄送 善行于般若 如幻师 如知幻 如幻师知幻 世明诸菩萨 善行诸境界 这般若 不用说是无漏会的部分 那如幻师 他能够了知 这个幻呢 这个幻就是指自己所变出来的幻象 自己所变出来的幻象 这都是虚假的 那菩萨 他能够了知诸法体空向幻 他能够了知诸法体空向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三百四十七 就是菩萨修行 有九种差别的最后一个 就是善行六度般若的部分 他说指菩萨以清净至 能够照了世间的一切的诸法 最重要的是什么 心没有疑惑 心无疑惑 所以菩萨行识般若 就好像这个 魔术师了知自己所变出来的 这些幻象都是虚假的一样 所以他能够了知诸法是什么 体空向幻 那从这九个批语 我们都知道 这是菩萨在 除众 除众就是三百四十二手 祭奏 还有对峙 至心 就是三百四十三 上一手祭奏 那再来的话 就是在讲六度 菩萨六度修行的部分 就是从三百四十三 下手祭奏布施 三百四十四持戒人入 三百四十五精进禅顶 三百四十六 般若来说明菩萨修行 修行的方式 修行的方式 好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 世间菩萨他解释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般若的部分 我有诸多的解释 的补充教材 让各位菩萨对般若能够了解 在大致多证上面说 菩萨他就是一切的诸法实相 他不可破不可坏 那菩萨一定是菩提的因 他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 什么叫做缘起星空 不生不灭的诸法实相 这就是菩萨 那菩萨是一种能够透彻宇宙真相的智慧 这是大致多人里面所说的 让各位菩萨 那大圣般若的妙用 不仅是在策悟这个诸法实相 你这个一切虚妄就能够得到解脱 更重要的是 菩萨以这个无所得的般若 当作是他的前方辩 然后来广行这个六度万恨 然后就能够一切舍而不取 这就是在六度上面 我们在于诗上面就不取诗 在慈间上面不取而不一切 注意忍力的话不注重生想 行一精进的话 他能够离身心 修禅定的话无所住 那在这一段的话 我们都已经刚刚从343宗 到346宗都已经有说明 各位菩萨用这个 再用这个来对照 对照我们 就是大圣庄严经论的部分 然后去体悟 去体悟 那大制度论里面说这个最多了 那般若一定是六度的根本 他能够设画 这个后面的五度 去入波罗蜜 布施 般若是六度的根本 所以布施等五度要能够成就 波罗蜜多一定要以 无所得的般若 为方便而修 因此倒万恨才能够入至海 这是般若的另一个功用 我们用快速的方式来讲一下 那这个的话 我会 我有跟各位菩萨 菩萨发菩提心经论上面 布施是菩提因 他摄取一切诸众生故 实际是菩提因 因为他具足众善 可以满本愿 那忍辱的话是菩提因 他可以成就我们三十二相 八十种相好 那精进的话是菩提因 他可以让我们增长散心 在诸众生能够情交化 那成定是菩提因 他能够善志调伏 能够知道众生的心形 那智慧是菩提因 因为他具足能够知道 诸法实性 还有他的真实相状 好 可见六度是成就菩提到果的 必备条件 好 这就是我做这一个九种批语 六度 六度的部分 做一个结论 做一个结论 好 那般若有三种 这各位菩萨 你们再做参考好了 好不好 好 那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 这个般若的部分 相信各位菩萨 有 我要跟各位菩萨要说 般若 有十相般若 观照般若跟方便般若 让我们了解 般若的真实相以后 一定要弃入文师修 所以后面就是 我会告诉各位菩萨 再补充教材的话 一定如 由六度 弃入文师修 上面是如何的弃入 要由三章十二步 由三知识 除文知 然后如何的 从我们这个随修品 告诉我们的 是要契入到 文师修会上面的修行 各位菩萨 就是这个让各位菩萨 当作是补充教材 在文会 师会 修会上面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补充 好 那因为各位菩萨 我们就是 我希望就是 今天的部分 就是可以把 那个 就是 这个部分 就是做一个结束 用最后 最后一个 就是三轮提供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看完以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世间菩萨如何解释 九者 散行般若 我们就留最后一个 让那个 法师来帮忙做 三轮提供 那我觉得三轮提供 就是总是 整个随修 随修品 他的精水纲要 所以他用最后 三轮提供 来做最后的解释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在于三行般若的部分 我们就是 看世间菩萨 如何解释 读一下 九者 散行般若 譬如幻师 知幻非识 菩萨以恶 于所观法 得不颠倒 圣明菩萨 修行差别 好 这个得不颠倒 这个在阿含经典里面 常有无间等一词出现 得不颠倒可以说是 从有漏的信节开始 可是它是偏无漏的部分 那在阿含经 所谓的无间等一词的出现 这个是在现观 现观的部分 就是令烦恼 不见而起的意识 那正断烦恼是属于无漏 它实际上 这个就是表示说 到现观的时候 可以令我们 现观到 不起烦恼 那无间等 这个 现观无漏的部分 就是正断烦恼 令烦恼 不见而起 叫做无间等 叫无间等的意识 好 那这一段的意识 扇形波尔 这整段的意识 就是如同幻师 以幻化咒语 跟缘起 缘起的这些物聚合 就可以化现像 魔术师 他就变幻出 像花 割直这些等等 这些油法 但是幻师 心里知道 只是 只是什么 他用魔术 幻变出来的现象 实际并不是存在的 所以同样 菩萨 虽然承伴诸波罗密多 然对一切的所知法 均了知他的知心 依这个智慧 智慧二道双云 来做羞耻 来做羞耻 所以 如是就是对应 这个辟语所宣说的 的意义 来承许 菩萨是如何的 来修行的 那以上的 这个九种辟语 来说明 菩萨如何处众 还有对峙 智心 还有六度的 修行方式 用这九种不同的 辟语 来说明 菩萨修行 他们的 怎样 修行的差异 修行方式的差异 好 那在这最后 最后的部分 我看 三轮体空 不要 不要 那么的 好像 好像是在赶 要把它赶完 这样 我们再聊一聊 就是 我们再谈论一下 我们一般宗教 大部分都是重视信仰跟慈悲 对不对 那 唯有佛教 他比较重视理性 他比较 注重于追求智慧 所以 主要佛教 他是为了要开发什么 般若的智慧 为什么 我们会在这个般若的部分 我会做这么多的 注解 就是希望各位菩萨 在对于般若的部分 不会那么的陌生 我们知道说般若 你们大概就是只会 觉得它是智慧的因义 可是它的含义 就是比世人观念中的智慧 还要再深远 还要再深远 那人文道 就会升起这个因重心 那这个智慧 它的含义比较肤浅 因为它有善有恶 有正有邪 有邪 所以跟世界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般若 它是比较偏盛于什么 纯净散美的 然后它是真实无漏的 所以它是我们佛教 比较特别的一种 的一个 那个名相的显示 一种名相的显示 那般若 它是要有正见 由正见开始缘起 它是表现在我们佛法上 它是了悟诸法空性的一种智慧 了悟诸法空性的一种智慧 所以我们刚刚有在 讲说大致度论 它在对于般若 它的解释就是 一切诸法的实相 那所谓的实相是什么 是空相 它是 知道及一切诸法的实相 是不可破 不可坏 它这是在大致度论上面的说明 那有了这个波人 才能够认识什么 缘起星空 不然一般听到空 就马上就是升级什么 会起断见 起断见 所以有了般若 我们才能够认识 真的实际的缘起星空 才可以证悟到 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理 才有办法可以成就佛道 所以般若才说是什么 菩提的因 菩提的因 所以才能够去认识 这个缘起星空 跟不生不灭的诸法的实相 我们才知道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般若 这就是般若 所以般若它是测误宇宙真相的一种智慧 那般若它不是外来的知识 它是众生我们本来清净光明的本性 是我们清净光明的本性 就是所谓的众生本来的面目 就是般若 喜欢常中文人都 要了悟众生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就是般若 般若是我们的法身 是我们的实相 是所谓的真如 所谓的智性 还有所谓的佛性 这都是同意词 这都是佛性的同意 所以佛性是什么 人人本来具足的 所以一切的般若智 皆是从智性而生 所以般若有知苦灭苦 观空自在的这些作用 所以没有般若的人生 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 如法怎样 有正见去修习佛法 就很容易被外境的环境说转 所以你可知般若它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般若真实性以后 我们才不容易被外境 烦恼说转 佛法我每次都跟各位说 你们不要一直死一直死 要转个念 你要用什么来转念 要用般若来转念 要用般若来转念 这种在于对于外境 就不容易起祸 就不容易造业 所以我们在受苦 我们在受苦中 就是因为这个祸业 让我们在轮回当中 受苦不已 所以我们就是 你看好像佛陀 他为了要帮助众生 达成这个目的 其实他在注释说法 49年当中 49年说法当中 他光般若就讲了几年 49年当中 他就讲了22年 22年的般若 留下了一部 大概600卷的大般若经 大般若经 那说 试问各位菩萨 各位菩萨 对大般若经 不用说大般若经 心经 各位菩萨你们 真实的了意 他的真实的 意理的 真的 各位菩萨 门心之问 大概有多少 对他心经 真实的 意理的 真实的了解的 可以真的了解 有多少 这真的是一部 非常圣生 即圣生 是真的大般若经 他的什么 精髓 精髓的部分 他的大般若经 就是主要是指引 我们众生 可以正真实 来脱身实 所以他主要就是 知一切法 要离恶曲的部分 离恶曲的部分 所以他就是指引 我们众生 能够正真实 以脱身实 所以菩萨 对我们人生 是非常的重要 那大圣菩萨的妙用 它是主要引导 我们众生 能够策悟诸法的实相 那离一切 离一切的虚妄 而得到 可以得到解脱 就是离恶曲的部分 般若是教导我们这个 所以更重要的 就是菩萨用这个 无所得的般若大方便 然后行这样 广行六度万恨 所以才要用这 为什么后面 就是菩萨的修行方式 要用这个来说明 那行了六度以后呢 我们现在目前呢 要证了什么 文慧 诗慧跟修慧 所以这六度以后 其实在于 大圣庄严经论的部分 我们在修行的赤地 在大圣庄严经论部分 菩萨在这个经论里面 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 要如何地走 所以我们就是要 在于这个无所得的 般若大方面 要广行这六度万恨 然后能够去 这样才可以用这个 般若为六度的根本 才可以射到这个五度 去入波罗蜜 波罗蜜的部分 好 那在这个话 我们应该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 那一般人所了解的是 肉团心 妄想心跟分别心 它忽略了本质具足的什么 我们的真心 那这个真心就是波罗 这真心就是波罗 那有了波罗以后 宇宙世界 皆在于一心当中 这就是我从这一堂课的 第一首寄送 一直讲到这里 所要的 要跟各位菩萨 所要解释的 所以波罗不是 语言所能够解释的 那我们用一个评语 用镜子好了 一个人不管说是胖瘦 没仇 它只要在波罗的镜子前一照 它是不分别的 你也有一颗 一颗痣 一颗青春痘 它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所以它就是当下十项现前 所以可以见到本来的面目 所以佛地址 不论是在于诵经拜佛 听经文法 做这些种种的功德 一定要擦亮我们心中的镜子 所以用波罗 心镜则波罗现 好 那我用这个 跟各位菩萨 做最后的批语跟说明 好 各位菩萨 我们就是讲到这个 这里维持 好